好,我来直播。 我先抓一下。 发生好像直接挡住我们公司的logo, 不过算了,没办法。 哦,你也可以秀出logo啊。 这样怎么办?这样,你可以看到。 因为我是,我是非常,我是非常relaxed。 你说你的logo超级超级清楚,我觉得很赞。 哦,对啊,就是有重新做这样子。 其实我也在想大家可以分享一些干话。 就比如说,其实我昨天也跟我的老板讨论了一下, 我的背景图要用什么。 OK。 好,我看看我们上。 我们on air了。 yeah,on air了。 等一下哦。 可以,可以,可以。 好的。 因为我现在萤幕有点小。 所以我要同时。 我要同时观看三个萤幕这样。 因为你是有双萤幕对不对? 我记得。 我现在没有,因为小朋友在外面。 所以我现在是躲在房间里面。 没有双萤幕,就只有单萤幕。 好,那我们就来开始吧。 前一阵子呢,等一下,先跟大家说声好。 大家呢,大家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对,欢迎收听五岁都要懂的国际观。 我是Lara。 已经非常非常久,我没有采访人了。 感觉上一次采访呢,是彭光伟记者。 已经,哇,好几个月了。 当时我还在莫斯科。 那我今天呢,Lara非常荣幸请到一位 现在人在英国工作的Charlene。 今天我们要来聊什么呢? 前一阵子呢,占据媒体各大版面的 非常非常大的新闻,就是柬埔寨的诈骗事件。 当然呢,这个新闻烧了两三个礼拜之后呢, 这几天就被海鲜给占领了。 被海鲜给洗版。 Charlene,你知道什么是海鲜? 我知道是杨承林那个, 我还没有在follow台湾的新闻。 不知道你们英国有没有海鲜呢? 英国,哦,因为我住在Briton。 Briton是一个在那个, 海在敦敦南部一个小时靠海的城市, 所以我们这边海鲜非常多。 然后比英国很多地方便宜很多。 所以应该是吃得起海鲜的哦? 吃得起海鲜, 我在台湾也还吃得起。 在台湾也还可以, 对我也是蛮喜欢吃欧巴登的。 但是呢,当然昨天, 因为刚刚你在英国嘛, 其实昨天发生了一个非常, 我想是前天啦, 发生了一个这个非常非常, 我想举世都很难过的一个事件, 就是英国的前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 她是辞世的, 但她很高龄的辞世。 欸,也许可以趁这个开始的时候 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英国你有感觉到, 就是英国人民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吗? 就是大家是一片很悲伤的还是? 我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事情刚发生, 就是新闻刚爆穿的几分钟, 因为那时候我刚好下班, 刚好正要走出门, 去上, 上我一个人用的一个课。 然后这时候我就, 看到我室友传讯息给我说, 宣布消息, 就是女王辞世了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就, 那时候我就吓到, 因为我觉得很, 我觉得满意, 应该说我知道很高龄, 但其实这件事真的是蛮突然的, 因为毕竟今年就是我们也才, 英国刚庆祝了女王登基七十周年, 然后她健康状况看起来都还可以。 对, 然后我就记得我走在我要去上课路上, 就听到路上很多车在按喇叭, 应该就是正在质疑的意思。 对, 然后等到我下课出来, 就看到我们这边的车站, 然后很多那种, 电子那种看板, 广告的看板, 全部都是放上网的照片, 然后跟她的逝世的年, 年份2022年这样子。 嗯哼, 对, 然后这几天在英国的主要媒体, 然后报纸等等也, 基本上全部布满了就是女王的照片, 跟各种女王过去的事迹, 以及她作为英国人民一个很重要的, 呃, 精神, 精神之人, 知识, 这样子。 嗯哼, 对, 尤其是她在辞世的两天前, 才刚任命了新的首相, 那个Listros嘛, 然后好像看到报导, 虽然说她那张照片已经是很瘦了, 但是她还是整个服装的那个衣容啊, 都还是很, 对很整齐, 然后脸上都还是挂着笑容, 就是那张照片, 其实看到之后你真的很难想像说, 诶, 怎么两天之后她就离开了这样子, 就离开我, 嗯, 对啊, 就是虽然说我们在台湾可能, 嗯, 跟英国女王最直接的关系, 其实并, 那个牵连并没有这么大, 但是, 确实她就是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改变, 然后尤其是在这两三年, 整个世界很动荡, 不安之时, 她, 她给人家感觉是非常稳定很安定的力量。 没错, 她从在二战开始给人家就是这样的感觉, 包含她坚守, 坚守在英国, 坚守在伦敦, 然后到后来, 就比如说近年来也经过的是疫情啊, 之前脱欧, 然后经济垮还等等, 这些她就是, 她就是给英国人民一个很坚定跟安定的力量。 嗯, 所以我就觉得, 刚好我现在在, 有一种在英国见证一个历史, 见证一个时代的终结的感觉。 对, 我觉得我们这三年哦, 真的是在见证时代, 见证历史。 对, 没错, 就活在历史里面, 就感觉这三年发生很多事情, 可能十年二十年后都会出现在历史课本里面。 对, 也许过去的人可能她的一辈子都还经历不到这么多的大的历史上的大事件这样子。 那, 今天邀请小令来呢,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其实在上个礼拜呢, 拉瓦已经很私心的邀请她到我们周六国际新闻班, 跟我们的小朋友们分享了, 关于柬埔寨的事件。 但是毕竟上课时间很有限, 那这次呢, 我又邀请再一次的邀请小令呢, 在节目上, 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更真实, 而且深入的去了解这个, 我们台湾叫柬埔寨诈骗事件嘛, 到底它的始末是什么。 那, 可不可以一开始先请小令先自我介绍, 就是说你的背景, 你从事的工作。 好, 没有问题。 就大家好, 我叫做Charlene, 我是台湾人, 我的中文名叫陈静宇, 然后我现在是在英国的一间顾问公司, 也是社会企业服务, 然后这间顾问公司叫做Humanity Research Consultancy, 所以顾问公司顾问意思就是我们提供的是顾问服务, 我们为我的, 为我们的客户服务, 所以我目前主要的工作内容, 我是一位专案主任, 我目前的工作内容呢, 就是处理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不同的研究案, 然后与客户沟通, 然后做跟人口贩运国际发展相关的研究等等。 那我讲到人口贩运跟国际发展, 这也是我们公司主要在做的业务, 就我们公司就是其实最开始创立的中期就是要在呃, 就是想要打击人口贩运, 然后打击现代奴役提升全球的一个人权标准这样子。 了解, 那其实, Charlene看起来年纪很轻, 因为就是, 整天是二开头的, 我不能跟你说话了, 那我想, 因为其实我们认识是因为之前, 我们参加这个台湾难民周, 然后你们邀请我来讲, 姐跟小朋友来聊一聊跟难民有关的这个绘本的故事, 所以你好像都是在从事这种很大的社会议题的工作, 那可不可以, 为什么你不想要从事相关的工作呢? 我觉得可以从, 我可以稍微聊一下我自己的背景, 就我是, 我大学是在台湾辅大念的, 那我读的是社会系, 然后20, 我2019年从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直接过来伦敦念, 我在Kings College London, 就是伦敦国王学院, 读的是International Conflict Studies, 那翻成中文的话是国际冲突研究, 那我这个国际冲突研究, 它是在Kings College的War Studies Department, 然后翻成中文是战争学院里面, 战争学院, 战争学院, 所以顾名C就是我们这个学院里面, 所有相关的专业在做的研究都是跟战争, 冲突, 和平, 人权等等相关的这样子, 对, 然后我最开始在台湾, 我在读社会系的时候,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社会系有很多, 可以有很多各种不同的面向, 有比较偏, 比如说社会关怀, 有比较理论的, 然后有比较, 比如说走经济学面向等等, 那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是移民政策, 所以说我在读大学, 就是我都还在台湾的时候, 我在台湾主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我有在, 当然可能有蛮多人听过叫台湾人权促进会, 我是在这个地方实习, 对, 然后我主要做的事情也是为台湾的难民法草案倡议, 就虽然说台湾就是很, 很可惜就是到目前为止, 呃, 难民法还没有办法真的三读通过, 然后台湾目前就是一个没有难民法的一个状态, 对, 但是这是我在台湾做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 先问一下, 台湾没有接收任何的难民, 我发现就等于说台湾没有人可以被称作为难民, 但台湾有很多政治庇护的寻求者, 哦, 所以我们是有, 就是台湾是有接收所谓来寻求政治庇护的人, 但是我们他的身份并不是所谓的难民这样子, 嗯, 准确来说台湾有这些人, 但台湾并没有接收他们, 就是目前我们在台湾看到的这些政治庇护的寻求者, 他们可能是通过旅游签证, 就一般的, 就像我们去, 比如说台湾人去英国有三个人免签, 旅游免签这个概念, 他们可能进来台湾或是以工作签证, 其他房子进来台湾之后, 嗯, 就想办法留在这边, 嗯, 那就我所知, 以前蛮多这样的, 嗯, 政治庇护寻求者是, 没有任何签证是非法的状态留在台湾, 但他们也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母国, 嗯, 可是就我所知, 我们现在可能不具名哦, 就是有一些政治来, 就是比较知名的一些政治庇护者, 寻求政治庇护者, 他们在台湾其实有些是公开露面的耶, 但他的身份其实不一定是合法的就对了, 嗯, 嗯, 就我当时在实习跟我待之后, 收集到的资讯就是有台湾有几位, 比如说有位西藏的算是人权领袖, 嗯, 在台湾, 他是已经拿到了身份证和合法的, 哦, OK, 对, 所以在台湾露面的基本上, 嗯, 嗯, 都是, 都是已经合法的, 嗯哼, 嗯哼, 了解, 我可以分享一个案子, 就是在, 嗯, 有一位, 就我就, 就为了保护他的资讯, 我就不透露国家, 但他像非洲一个国家过来的一位女性, 然后他是一位同性恋者, 然后在他的国家同性恋者, 哦, 他是从, 一个女性, OK, 然后他是一位同性恋, 嗯哼, 然后在他的国家同性恋是完全不被接受的, 嗯哼, 所以他就只好跟, 而且不被接受的程度不只是我们单, 比较简单想的歧视, 或者罢人等等, 而是真的有人身上面的安全, 嗯哼, 嗯哼, 要么是刑罚, 要么是可能是家人, 比如说荣誉农杀, 嗯哼, 对, 对对, 了解, 所以他后来只有跟他的伴侣决定要逃出他们的国家, 嗯哼, 如果在逃出来的前夕, 他的伴侣被, 被杀掉了, 天啊, 所以他最后是一个人逃来台湾, 然后目前他也是, 呃, 透过慈善团体, 一些非力组织, 以及在台湾的其他可能是同胞等等, 接, 接济他生活, 因为他没有身份, 他没有办法拿到那里, 没有办法工作, 对, 然后也没有身份证, 没有身份证, 你也不可能真正的去租房子, 或是, 对没错, 对, 对, 所以其实像, 尤其是像我们在国外生活, 你就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就是, 当你在一个地方, 你没有身份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寸步难行, 你没有办法租房子, 你没有办法买什么, 不知道公车卡干嘛之类的, 就是说那种长期的, 对, 然后你没有办法申请, 尤其是最重要的就是可能就是, 健保之类相关的医疗, 没错, 医疗, 对, 其实没有身份这件事情真的是, 呃, 如果今天我是一直都在台湾, 就是土生土长的, 也许这一辈子我比较难去想像说, 什么叫做没有身份的生活, 因为一切好像就是这么理所当然, 不就是出生了去报户口吗, 然后就这样子就上学, 然后工作啊, 好像也没有特别需要用到什么, 身份证有, 我可能我办个手机要出示身份证什么的, 但是这些就是一切都是这样子的, 井然有序的理所当然就这样过了, 可是当我们, 没错, 对, 可是当我们出国的时候你就发现, 嗯, 尤其是最近呢, 我, 我觉得我还是有身份的人哦, 可是像我带我的小孩子在出国, 可能都会因为, 只要我没有带他们的出生证明, 我是没有办法证明我是他们妈妈的, 我是有可能会被限制出境, 哦真的假的, 是因为小孩未成年吗? 对, 因为小孩未成年, 然后这一两年在某些国家, 他们又查了特别的严格, OK, 哦天哪, 对, 所以我曾经有一次就是在某一个国的海关, 就是有被阻拦下来, 他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证明, 就是文件证明我是他们的妈妈, 嗯, 那你该怎么办? 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手机也没有当地的网路, 然后后来是用球的, 但是也是想办法找啊, 就是对, 然后那时候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小, 然后那个他就用外语去问我们家的小朋友说, 那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因为他想要对我跟我护照上面一样的名字嘛, 然后你知道我小孩那时候在几年前, 他们怎么叫我, 你知道吗? 他们怎么叫我? 他们通常都叫妈妈嘛, 对不对? 你不会指名我, 别名但姓的叫妈妈的名字, 他们就说, 曾小姐, 哈哈哈, 然后那个, 你到底怎么过海关的? 他们为什么会放你? 然后后来他们有说Larisa, 然后因为那时候护照上面没有Larisa这个名字, 然后你知道我们在台湾, 这真的是有点不好的示范, 就是他们都知道, 因为朋友之间一定是, 就是也不是一定, 就是已经习惯叫外文名字了, 所以他们都叫Larisa, 然后海关就说, 这个对起来不一样, 明明就是意涵有没有, 我是真意涵, Larisa是什么东西啊? 就对, 对, 对, 那时候, 我本来一开始很开心, 因为那海关长得像美国队长的样子, 好帅, 然后我想说, 很开心可以跟他说话, 这个窗口应该很好说话吧, 结果完全没有, 就这样子停滞了半个小时,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 就是解释啦, 就解释, 然后想办法从手机里面去找他们的出身证明, 后来就再也不敢遗漏出身证明这件事了, 然后, 不过我后来办新的护照啊, 台湾的护照有个好处, 你可以放上别名, 对, 这就是我做的, 我就是有把我的Sarlene放在我的台湾护照上面, 就省掉很多麻烦, 没错, 所以后来呢, 我刚好前年要出国之前, 去年要出国之前我就办了新的护照, 我就赶快把我的外文名字写上去, 哈哈哈, 没错, 因为像我, 像我的, 我在英国签证是用我的中文名字, 陈静语, 但是我的公司或是大家其实都叫我中文名字, 就不会有人叫我中文名字, 因为真的太难发音了, 对, 但是我公司的, 我的工作合约, 我的房租的合约, 全部都要用我的中文名字, 但是就连我的房东他都叫我英文名字, 所以他其实一开始他非常的confused, 他觉得说, 你到底, 他甚至一度就觉得说你太麻烦了, 我不想把房子租给你, 对, 为什么你会有两个名字, 然后这样会, 是我自己有法律问题, 没错, 所以后来我有时候会在签, 就是在签名上面会括号一下, 因为像我们很多的公司的合约也是这样子, 其实公司的合约, 台湾, 台湾的公司跟其他的公司, 我们都会用我们的英文名字去签约, 可是其实, 那样子签约, 其实他的法律效力, 非常令人吸引, 对不对, 这当然又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可以, 未来还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聊的议题, 到底是要用什么样子的名字, 但是我们今天呢, 绝对不能够离题太远,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好多, 好, 那刚刚就是讲到就是说, Charlene呢, 她毕业之后, 然后就在英国工作, 其实你也是在海外工作嘛, 那完全就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的符合, 包含我自己也是, 我们当, 对不对, 但我们想要去海外工作的原因, 我觉得有很多, 嗯, 我讲一个我当初, 就是在我开始找工作的时候, 我想要到国外工作的原因, 我很坦白的说很简单, 国外工作钱比较多, 确实, 对, 对不对, 我想, 也是一部分我想留在英国工作的原因, 是啊, 我觉得我非常的, 包含在课堂上, 我也是跟孩子们就直接说, 嗯, 曾经我们看到有些媒体, 或是有些论点的说法, 就是啊, 他们就是贪心, 想要到国外去赚多一点的钱, 但是, 我觉得啦, 就是平心而论, 谁到国外工作不是想要多赚一点钱, 那是事,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一个, 一个动机嘛, 对不对, 但我想要多赚一点钱, 可能我想要看一看世界, 有多大, 这些全部都是各式各样的理由, 但每一个地方, 或每一个人还有一些各自各自的原因, 那, 嗯, 这次我们就赶快切入重点好了, 这次的柬埔寨诈骗事件啊, 我们英文中文叫做柬埔寨诈骗事件, 英文我看了一下, 呃, 你们的国外公司, 已经有取出了一个正式的名称叫CyberSlavery, 对吗? 嗯, 没错, CyberSlavery, 那可以跟我们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子去把它做定义呢? 嗯, 没有问题, 就是, 其实我们取的是在这一场, 这些人口犯人跟这些案件里面最核心的两个要素, 第一个就是Cyber, Cyber就是网, 网络是, 他们是罪犯用来招募这些受害者的工具, 也是这些受害者被骗到柬埔寨, 或者骗到缅甸工作的时候, 他们, 他们这次也是被强迫去进行诈, 对别人进行诈骗, 是, 所以等于说, 这一切, 这所有的招募, 然后聘用, 跟犯罪的过程都是发生在网络上, 嗯, 那第二个是CyberSlavery, Cyber是奴役的意思, 那奴役就包含了强迫工作, 然后强迫一个人为你工作, 限制他的自由, 并且没有办法给出相应的报酬, 嗯, 那这个就是很多的受害者在简直下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就是他们被强迫犯罪, 强迫就进行诈骗, 但他们也领不到薪水, 然后也没有合适的生活跟做环境, 然后也没有办法自由的离开, 他们离开柬埔寨, 没有办法自由的回家, 甚至他们的护照, 身份证件很多都是被扣留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idea放在CyberSlavery, 嗯, 了解, 嗯, 确实这次整个事件它, 嗯, 就跟我们之前以往, 我们可能会听到那种就是什么被人家卖到哪里去啊, 然后什么割器官啊, 或是做一些实际上身体上面的交易, 但这次的事件它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发生在网络上面, 没错, 嗯哼, 好, 所以我们记得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嘛, CyberSlavery, 嗯, CyberSlavery, 然后, 其实我们目前这个词, 这是我们公司最后决定在我们发表的报告上用的词, 嗯, 但大家如果看各个国外媒体, 他们可能其实用的词大家都不太一样, 有人用的是, Telecom Scamming, 有人用的是, Online Scamming, And Slavery, 有人是Online Scamming, And Human Trafficking, 就我觉得这些词都, 其实都富含了这个, 这个, 案件的核心, 嗯哼, 嗯哼, 真的很官方准确的词可以用, 嗯哼, 了解,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 就是说, 这件事情整个始末可以请你帮我们来分享吗? 包括它发生在什么地点, 然后为什么这些人会被骗到柬埔寨跟缅甸去这样子? OK, 我先来分享一下, 呃, 发生的地点好了, 嗯, 好, 就是, 就我不知道大家可不看到我的背景, 就我的背景其实是在柬埔寨的一个诈骗园区的一个, 嗯哼, 的一个空拍图, 一个卫星照片这样子, 然后目前, 呃, 大家可能听到最多就发生在柬埔寨柬埔寨, 但到底现在柬埔寨在哪里? 我这边, 诶,我这边可以分享萤幕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可以分享, 好, 我看一下, 这样大家看得到我的, 呃, 那个地图吗? 嗯, 有, 好, 那, 先让我们先缩小看一下, 这是, 这边当然就是柬埔寨, 然后穿过了泰国之后, 我们上面会看到缅甸, 那目前最多发生这类诈骗问题, 跟这些所谓的诈骗园区的所在地区, 就是在柬埔寨跟缅甸,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柬埔寨底下最密集的, 其实有两个点, 一个是在这个柬埔寨金边, 也是靠近他们首都, 靠近他们机场的,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园区, 然后, 我们再往海边看, 嗯哼, 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非常密集的区域, 对, 这个地方, 好, 呃, 我们这边应该可以稍微点一下, 给大家看一看不同的呃, 这个园区的名称, 像比如说, 这个园区叫做绿巨人3, Green Giant 3, 那这个园区叫做金港大酒店, 就代表说, 这个酒店, 嗯, 你有mark 起来的都是这些scamming compound, 都是这些诈骗园区吗? 天哪, 每一个, 每一个都是一个园区, 对, 呃,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个是,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正方形, 这个区域,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恶名昭章的, 中国城, 然后, 这个蓝色的建筑物叫做凯博大饭店, 然后是一个中资的一个饭店, 然后这一整区叫中国城,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 像这边也是一栋, 这边还有一栋, 就这边几乎每一栋建筑物应该都是一个, 嗯, 诈骗园区点, 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一区聚集了这么多这么多的商品园区, 这边叫做, 这是西哈努克市, 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市, 那简称西港, 那这边西港这边附近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很多建筑的地方叫做, 嗯, 西港的特, 特, 特, 特别, 特殊特别经济园区, 那在2013年开始呢, 就是, 因为在一带路的影响之下, 就中资大量的涌入, 就是部分东南亚国家, 那这个西港经济园区, 以及它附近的这个西港这一带, 全部都因为这个一带路跟中资, 所以很蓬勃, 蓬勃的发展起来, 所以大量中资进来, 2013年开始这边, 赌博业, 娱乐业, 饭店业, 各式各样的, 呃, 这种行业就在这边发展, 但是到了2019年, 柬埔寨突然明令就是说, 呃, 从下一开始不可以, 呃, 所有的赌博都是禁止的, 就等于说, 赌博在柬埔寨, 就已经不适合法的, 然后再接下来2010年, 就发生了我们的疫情, 所以在这两件事情的影响之下呢, 就有很大量的中国商人, 一些合法的中国商人, 他们就只好撤出西港, 那他们留下来的这些空间, 他们留下来的这些饭店, 度假村, 还有本来就存在在那边, 可能一些比较走灰色地带的帮派, 或是商人等等, 就是给他们很多的资源跟空间, 去进行所谓的诈骗, 因为在疫情之下, 各国边境关闭的关闭, 然后限制的限制, 这时候你最好赚钱的地方, 其实就是网路, 所以这一个Cyber Slavery, 就是在疫情期间, 被创造出来一种新的犯罪手法, 那最开始大部分的受害者都是中国人, 所以中国人他们就会从, 要嘛是投毒, 要嘛是合法, 或是这些园区, 他们可能会以为, 哦,我是来这边的五星期饭店, 来这边的五星期赌场工作, 但抵达了才发现呢, 其实全部是被要求做诈骗, 那在疫情之后, 因为中国的边境管控越来越严格, 中国人比较困难可以出国, 所以这些诈骗集团就开始, 或是设计集团就开始把目标转向, 比如说台湾, 马来西亚, 香港, 泰国, 越南等等国家, 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件事情, 这起案子里会有这么多台湾的受害者, 还有这么多别的国家的受害者, 其实我这样子听起来真的就是觉得说, 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真的是牵一把动全身, 从一开始它可能是一个大的政策, 就说一带一路, 所以它把人跟钱都带进去了, 那我相信这政策刚开始并没有人就是想说, 他以后就是要作为一个非法的事情去执行嘛, 但只是说这政策进去人钱来了, 可是遇到一个另外一个政府的政策, 忽然说那你现在就不OK啦, 一切就变成是非法的了之后, 再加上这个疫情, 我们以为疫情只是对我们的工作, 人生就是健康等等有影响, 可是没有想到它后面拉出去是这么一大长串, 各式各样的就是表层跟深层的社会问题。 没错, 所以我可以分享一个我们跟另外一个组织的一位工作者, 他跟我们分享的, 他说他完全可以想象这个案件, 就是这个犯罪手法是怎么被, 怎么被冲造出来的, 基本上就是一群人社集团, 他们坐下来开始聊天, 说嘿, 我们现在有疫情, 我们本来的那些犯罪跟诈骗方是在不管用了, 因为边境都关闭了, 我们没办法再那么轻松的走私, 人或是财物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来集思广益想想看, 该怎么样从更多人身上透过网络, 拿到更多钱吧, 这个就是这一切的开端, 然后也是因为这些所有的犯罪都是发生在网络上, 所以对这些人来说, 他们要把他们的犯罪据点转移到另外一栋建筑物, 另外一个饭店, 另外一个省, 甚至是另外一个国家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所以现在除了柬埔寨跟缅甸之外, 在辽国, 在杜拜, 在尼泊尔, 其实都有听到类似的事情, 跟利斯的诈骗的据点有在形成当中, 其实我现在人在杜拜嘛, 那我, 对, 其实杜拜也, 应该是也有这样的事件, 因为我, 因为要来杜拜之前会做一些research, 然后就会加入一些社团啊, 或者在什么地方会看到一些新闻, 确实也是在这边有看到, 可能他是比较少数的, 就是单单单, 单单单纯, 就比较单一的事件这样子, 然后也是有看到台湾人就被绑起来, 被绑架, 然后关在浴室里面求救, 这样子的状况, 那杜拜其实前几年也是, 他的政策也是蛮欢迎就是中资, 然后尤其是在博弈的部分, 他们并没有禁止, 但是呢, 今年呢, 从另外一个地方的热钱进来了, 所以呢, 他们觉得那个钱应该比较有赚, 所以现在, 接下来有可能会逐步, 不知道啦, 但我不太知道杜拜这边的, 接下来的政策发展是什么, 但是就是说有可能他会逐步去禁止这个博弈嘛, 因为毕竟这种钱还是比较,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希望以赚博弈的钱, 作为著名, 所以主要的外汇来人, 对对对, 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个潜在的危机, 在其他的地方我相信也会是, 我觉得是, 对那Lara既然嗯, 就在杜拜也可以帮我们密切观察, 就是看有没有类似的案件开始发生, 或是最近有没有听说, 可能中国籍的诈骗犯, 或是人蛇, 有进驻到了杜拜的什么地方, 嗯, 我相信是, 这个地方应该, 大家看到的是他复述的一面, 但是其实我们在这边看到, 来自于两百个国家, 社会的各种层级的人, 全部都有, 那就是虽然我们没有深入到内幕, 可是你可以从, 你可以从你生活的环境, 跟你看到这些所有的各行各业的发展, 以及组成, 其实可以去猜想得到, 里面的黑暗的角落会非常的多, 对, 就是我觉得有贫富差距, 就贫富差距大的地方, 很有可能就是有所谓的, 贪污腐败存在, 那贪污腐败的背后可能就, 这些贪污腐败cover住的就是很多很多的犯罪, 跟一些不太能见光的事情, 嗯, 对, 嗯, 那我现在来分享一下, 呃, 受害者是怎么被, 怎么被, 嗯, 怎么被骗过去的, 没错, 骗过去的, 嗯, 再分享一下, 这边也呼吁一下, 因为这是很难得, 邀请到Charlene, 他们是实际, 他们的公司是实际上真正有参与救援行动, 啊, 的单位,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就是, 呃, 很多里面发生的事情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就是赶快留言提出哦, 因为错过了, 你要, 再来就只能看到网路上面的媒体的报导了, 不一定就是第一手, 希望就是目前大家在, 就看到这些影片的人不需要用到这件事情, 但假如你们的身边亲友, 或是有听说过谁, 所以目前是受困在前部寨的, 那也欢迎, 呃, 直接资讯我, 或是透过Lara来找到我, 就我们可以帮忙对接到救援的管道, 这样, 是的, 希望大家不需要, 对, 就是我这张, 对啊, 希望大家玩, 希望大家不会需要用到我们的协助, 好, 那我来看一下就是有多少, 呃, 受害者跟这些受害者是哪些人好了, 就刚刚Lara提到说我们公司有在进行救援行动, 那我们目前接收到的受害者, 或是已经逃出来的幸存者, 当然有台湾人, 中国人, 香港人, 然后, 越南人, 孟基拉人, 印尼人, 印度人, 西兰卡人, 甚至有两个美国人, 就完全是在地球另外一端的美国人, 那在根据这些逃出来的幸存者, 他们跟我们分享说他们在园区里面其实还有遇到更多的人, 有遇到乔治亚人, 俄罗斯人, 马来西亚人, 还有泰国人, 那实际的数字,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有一个很明确的, 呃, 数字的一个数据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稍微估算一下, 就是有多少人在这些诈骗员区里面, 就根据我们的, 呃, 幸存者分享, 在一栋房子里, 呃, 一栋这个诈骗员区的建筑物里面呢, 一个办公室里面可能可以容纳大概50个受害者在里面进行, 呃, 强迫诈骗的工作, 然后每个每一层楼可能会有人到三间办公室, 那一栋建筑物通常是五层楼, 然后在一个员区里面可能有大概50个, 30个50个, 呃, 不同的建筑物,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想, 可以想象的到就是, 这实际的受害者人数可能有上万人, 那刚刚大家在地图上也看到了有非常非常多的园区散播在柬埔寨跟缅甸的各处, 还有我们还不知道在辽国的在杜拜的在尼泊的园区, 所以实际数字是非常非常难以估计的, 那这边也是, 啊, 这是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的中国城, 在柬埔寨有大量的, 啊, 受害者的中国城的照片, 那这边, 呃, 这是另外一个在柬埔寨的园区, 叫做波哥山园区,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园区旁边其实就是被树林所, 呃, 树林森林所围绕, 所以受困在里面的, 呃, 的受害者是非常困难, 离开这个园区去到附近有, 有人烟的城镇去求救的,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我打断一下不好意思哦, 今天如果我们看这个空拍图对不对, 然后你如果今天是一个房地产的公司要去宣传的房地产, 说啊, 被森林围绕, 然后什么残民鸟叫之类的, 多么美好的环境, 我现在讲的其实不是说去不动产商, 呃, 建商他要去宣传, 而是他今天他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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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说你去这个地方工作会有多么好的生活环境, 没错, 我们在这个漂亮的国家公园, 在这个漂亮的森林里面, 中间盖了一个五星级的retreat, 一个spa中心, 那你就是过来为我们的柜台工作, 接待客人等等, 那同时你也能享受这个五星级spa中心的一些服务跟设施, 作为我们的人工服务, 那其实这听起来是就我自己都觉得很吸引人, 对啊, 而且他不是只有空画, 他还有他实际上图片也给你看了嘛, 当然他给你看一个空拍图, 那你一般看到会觉得说, 好像又更有稍微有点更有信任感了, 因为你有看到东西对不对, 没错, 而且就我们的信任者有跟我们分享, 当初他们在被招募的时候呢, 这些人社集团他们会给他们非常多精美的DM, 然后上面就有他五星级饭店的设施服务, 甚至是一个晚上一般的客人的入住的价钱是多少等等, 就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就好像真的就煞有其事, 那其实我们就很容易很容易, 就你也无从无从无从查证起, 因为对你来说这些这么多资料, 然后甚至是这个人本人来在台北跟你约一个时间说, 哎,我们约在某一个Starbucks, 我们来聊一下, 我来跟你看一下实体的合约, 实体的照片, 然后让你知道说我们不是诈骗, 因为我本人都出来跟你聊天了, 不可能是诈骗吧, 对。 好,那我再继续大家看就是, 这些人到底是怎么被骗过去的呢? 那我们目前, 我们公司掌握到了五种不一样的管道, 然后第一个就是, 从这边我们说, through legal major job matching websites, 那这个其实就是指台湾的104, 还有111人力银行, 那我当然没有要指责说104跟111, 就是他们没有做好什么事情, 我想说的是, 有很多的人设计团跟照片饭, 是透过这些大型的, 很受台湾人认可的这些求职网站, 然后利用这些求职网站的声誉, 跟他们的可信度, 去分享一些工作资讯, 然后骗受害者上钩, 然后再来有些人呢, 他们是人设计团, 他们会假装自己是客户, 就说我来跟你, 我们这边有一个服务, 或是我们这边有一个事情, 或是一个business需要你帮忙, 那我邀请你来柬埔寨, 做一个实地考察, 然后给我们一些建议, 或是我邀请你来柬埔寨参加一个会议, 给我们你专业上的建议等等, 用这种方式把人骗到柬埔寨。 然后另外一种呢, 也是是从, 是我们得知有, 应该是大部分的受害者, 是从这个管道过去的, 就是这些诈骗集团可能会在, 比如说Facebook, 比如说Instagram上面放, 尤其是Facebook有很多那种, 比如说打工社团, 海外打工社团, 海外留学, 以及打工度假社团等等, 他们就在这些社团里面po, 然后吸引这些有出国梦, 或是想试试看去打工度假的年轻人, 去应征这些工作, 然后就把他们骗到进步再去。 然后再来是, 有些人也是被朋友骗过去的, 就可能, 只能说可能不小心交友不慎, 或是朋友被诈骗的集团recruit进去, 就把人骗进去这样子。 那再来也有是透过绑架的, 那这个可能比较少见, 但是也是有的, 就是他们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这样被绑到的柬埔寨这样子。 刚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 可能是之前我看到, 大家媒体报导比较少讲到, 就是说, 其实他们有针对某一些有专业的人士, 去做recruit, 对不对。 因为大家一般比较常会说, 你可能是一些就是工作的媒合, 或者是说呢, 透过这个出国工作的一些社团, 这些管道我们大概比较能够理解, 然后也是很容易就可以联想的到的, 但是就会想说, 那这些人, 他是不是没有特殊的专长, 所以他怎么样怎么样呢, 可是其实这边有一些是, 他有特殊的专长, 他可能在他的领域上面是很专业的, 他就用这个借口说, 我们就是需要你的专业, 去征求你的意见, 所以请你来出差一趟, 或是来做一个这个商务的访问。 我们有一位信存者就跟我们分享说, 这些人小子团, 他们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他们并不是一套诈骗方式, 然后乱枪打扰, 他们是有一百套诈骗方式, 他们是认识你, 他们approach你之后跟你聊完天, 选从他们的一百套已经建立好的诈骗方式, 选一套最适合你的。 所以基本上每个被骗过去的人都像是, 他们是被一个taylormade的package给骗过去的, 就是量身定制一套可以把你骗过去的, 的package。 所以他已经不是一般最基本的那个SOP的那种很粗浅的诈骗手法了, 其实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客制化。 没错, 非常非常客制化。 就我们甚至有听到, 信存者跟我们分享一个案子, 是他们在台湾设立一个空壳公司, 然后在104上面开始征裁, 所以我们需要董事长特质, 我们需要行政人员, 我们需要会计等等。 然后就招募了20个人进来, 进来我们公司, 让他们在这个公司打杂, 然后随便做一些事情半年, 然后每个月给他们比如说3万块台币的薪水。 半年之后呢等于说20个员工, 一个人一个月3万块这样是60万, 那半年是大概360万。 他们就这样投了大概360万, 再加上可能办公室租金加起来400万台币好了。 半年后这个400万的投资下去了, 老板跟所有员工说, 谢谢大家过去半年辛苦的付出, 我现在要organize一个员工旅行, 招待大家去柬埔寨玩。 于是这20个员工一起开开心心的去柬埔寨, 一起被卖掉。 那每一个人的价码, 可能就是2万美金, 2万5千美金。 当初这个老板在台湾这个空客公司, 投资了400万台币, 是轻轻松松就可以回本的。 那这位信存者也跟我们分享, 这20个人, 20个可怜的员工, 一上了从台北到金边的飞机, 人社集团就在飞机上开始打开漫游, 开始喊价, 开始卖人。 我们这边有20个人, 几个女生几个男生, 这是照, 这个是A的照片, 这是B的照片, A是几岁, B是几岁, C是几岁, 谁要, 你们竞标这个5千美金, 1万美金, 2万美金, 2万5千美金。 等到一下飞机的, 等到飞机上落的时候呢, 所有的买主都买好了, 车也在机场等好了, 他们一过海关, 进了, 入进了柬埔寨, 每个员工就被不同车, 不同的买主载走了, 然后就被载到不同的买主载去了。 天啊, 这是比较罕费的案例, 但是, 是有的, 对。 好, 我刚刚就在我们说话的同时哦, 我的一位, 我不能透露他的身份这样子, 他传给我一个, 他前一阵子也被那个柬埔寨的找上了, 然后呢, 这个集团呢, 诶, 你帮我听听看,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集团, 跟白沙湾有关? 哈哈哈, 白沙湾, 白沙集团吗? 等一下, 我来看一下哦。 是, 呃, 黄沙, 白沙, 我们这边, 掌握到白沙二级吗? 哦, 我看看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OK店办公楼, JR琥珀酒店, Space Club, 偶像是在那一区会出现的东西, 就各式各样, 白沙皇宫, 白沙皇宫。 哦, 对, 白沙皇宫。 哦, 天呐, 天呐, 好可怕哦, 我们现在有在看直播。 他没有过去, 他还在台湾吧? 他还在台湾, 他还在台湾, 他还在台湾。 好, 拜托不要去。 哈哈哈, 白沙皇宫, 西哈努克海岸的, 对, 西哈努克海岸的一颗, 沧海遗珠。 oh my, 而且他这个presentation, 做的真的是, 头头是道, 诶, 这种presentation, 我可以分享吗? 可以, 诶, 好, 我先暂停分享我的音, 这样你可以分享, 对对对, 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真的是做的非常的, 非常的ok哦, 就是, 我如果说被骗也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会不会很过分? 不是,就是也是情有可原啊, 对就是情有可原, 对, 你看, 他也是讲的, 你完全不会觉得自己被骗。 对, 大家有看到我的分享吗? 好漂亮哦。 是不是, 是不是会很想去, 就是, 他的, 他就是实体在那边, 他并不是跟你说, 我现在这是一个预售屋, 我们要去盖这个, 然后你要去当一个manager, 没有, 他已经盖好在这里了。 没错, 对不对, 然后做成这样子, 哦, 这个两百多, 两百六十八间的房间, 他就是一个很solid的东西啊, 他是一个很实在的, 他是一个真实的, 就是你会觉得我在那边工作, 是ok的吗? 2019年3月1号盛大开幕, 没错, 这是, 而且你去google上面找, 这些东西都是看得到照片的, 就你看得到照片, 甚至是我们, 我们觉得自己觉得蛮creepy的, 就是在很多这些饭店底下, 还有很多留言, 而不是留言, 那个呃, 评价。 他当初盖, 就是为了多饭多意啊, 他真的就是为了要吸引, 就是投资客, 或者是观光客, 我想当初盖的, 也许他只是后来被拿来做其他的运用啊。 没错, 就真的是因为, 因为他们, 你看大概是2013年开始有大量投资进入, 然后2018, 19之后呢, 越来越多, 呃, 这些五星级的酒店等等被盖好, 嗯, 然后就碰到疫情了。 对, 所以等于说他们盖好了, 他们, 等于说就有点像投资下去, 但是, 现在也没有观光客, 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真的, 把钱, 把投资, 把钱给赚回来, 那就改成, 来做诈骗, 也很好赚。 对, 而且你知道他当时候就是他recruit他, 是要去当董事长特助, 那因为他也把这个饭店的很多的, 就像你刚刚讲的, 他可能在Google上面有人有评语嘛, 对不对, 有人有按, 就是按几颗星, 就有实际上的订房的记录, 就这些看起来他都是很真实的东西啊, 哎呦, 所以真的是, 真的是很可怕哦, 就说现在所谓的诈骗, 真的是, 他没有, 他没有那么粗糙了, 现在所有的行业都一直不断的在升级, 只能这么说, 那大家,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就我们现在先摒除那种少数, 可能他很贪心, 或他完全没有想更多, 或他有一些特殊状况的人, 大部分人要去, 去出国去工作, 我相信他们也会去上网去搜寻啊, 那只是说, 他刚好就是, 他这些资讯就是已经被放在网路上了嘛, 他是被搜寻得到的啊, 嗯, 好, 对, 当你看到那些, 很可怕, 你也不知道那些评论是真是假的, 但你看到这么多评论, 看到这么多, 他他甚至在Google map上面出现, 有漂亮的照片, 基本上大部分人应该会觉得, 就不宜有他就去, 没错, 这个是人性吧, 而且是人性正常的那一面, 不是贪婪的那一面, 对不对, 没错, 而且就我们一些, 呃, 幸存者分享, 他们当初去的时候, 还经过了两个很正式的面试, 可能还会担心自己被刷掉之类的, 没错, 他们是很认真准备面试, 因为对方有跟他要履历, 要你过去工作经验, 问你为什么想要来我们工作, 是很正式的经过面试, 最后说好, 我们选择你过来为我们工作, 你被录取了, 这样子。 真的是探一口很大很大的气, 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刚就是大概看到说, 你看, 不然他们怎么说, 那一般的人为什么会被骗, 我们也分享了这个很实际的, 这个PP, 我们的这个PPT, 哦对, 然后他说呢, 还有很前期的访谈, 很正式的面试, 这些全部都有, 真的是真实的经历, 刚刚偷偷跟我分享。 对, 所以说我们, 就, 现在因为面前我们也有在协助, 也有在跟一些幸存者保持联络, 然后, 就可以从他们身上故事听到, 就知道, 这其实跟贪婪没有直接的关系, 就像, 有时候看到一些受害者或幸存者, 会在网路上面被奚落, 然后被嘲笑说, 啊你就是太笨, 就这种东西怎么会有人信, 柬埔寨一个月六万, 你在台湾都赚不到六万, 你怎么会相信你去柬埔寨能赚到六万, 等等, 就是有这些奚落的原因, 但是, 当你实际跟这些幸存者聊过, 然后, 知道他们的故事跟经验, 其实你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你就发现, 他们真的是, 就是, 就这些, 这一切东西都会包装到这么的真实, 然后这么的严肃, 对他们来说, 他们真的是去应征一份工作, 他们是想要好好的去赚钱, 并不是所谓的贪婪就过去了, 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分享就是, 其实我们, 我认为, 就不只是台湾人, 就所有的人, 我们最应该做的, 其实不是去嘲笑或奚落受害者, 而是去谴责加害者, 为什么加害者要骗人, 为什么你要去剥削人, 为什么你要去做人口烦人, 你们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而不是反过来去问受害者说, 你怎么会笨到被骗啊, 你怎么会笨到被卖啊, 我觉得这完全是有点本末的, 是的, 对, 确实, 因为, 我觉得啊, 为什么在发生很多的事件, 无论是今天这个诈骗事件, 或是, 包含女性, 被侵犯的事件, 为什么谴责被害者, 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 是因为被害者人就在这边, 对, 他是一个很, 对, 你就是看得到他, 因为他出来发生嘛, 要不他就是出来发生, 要不他出来被拯救了, 要不他是幸存者, 所以你只看得到他, 可是因为加害者一直在后面, 他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所以, 面对我们直接跟受害者说话, 感觉好像比较容易跟比较快, 可是这个一直不断的在造成伤害, 因为, 谁没有被骗过, 对不对, 我们人从小到大, 谁没有犯错过, 或谁没有被骗过, 那当我们在遇到很糟糕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最不需要的就是, 就是二度的伤害, 对啊, 而且, 嗯, 在我们今天了解了这么更多的事, 这些他们的手法是什么, 其实他真的是天衣无缝欸, 如果我们今天不知道这些, 我们就是因为媒体就开始说, 啊, 他们就不懂, 就像你刚刚讲的, 怎么可能柬埔寨这种落后的国家, 你怎么可能什么赚个六万, 八万, 十万的呢? 问题是人家是在五星级饭店工作啊, 哪一个国家没有观光业呢? 对, 所以太多, 太多的这种可以直接拿来, 嗯, 直接去奚落的, 或是直接落井下石, 真的太容易了, 落井下石真的太容易了, 但是, 落井下石非常非常容易, 但是要有, 嗯, 去了解事实的全貌, 然后去使用同理性, 这些可能需要花更多时间, 让去, 你得去做功课, 你得去真的去了解, 但很多人是可能, 不太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而是最最, 就像你讲最容易的就是落井下石, 对啊, 而且最容易就是跟着大家一起讲嘛, 我还要做功课, 我还要跟别人不一样的意见, 这样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是怎样, 很好骗吗? 对啊, 既然大家都在骂, 那我跟着一起骂应该还好吧, 就已经这么多人在骂了, 对, 对, 所以, 我觉得面对尤其是网络, 我觉得可能人越长越大, 然后看到事情越来越多之后, 我也越来越不敢斩钉截铁的去评论一件事情, 因为我相信每一件事情它的, 无论是内幕也好, 或是它的理由, 真的是太错综复杂了, 只要不是自己的事, 其实我们真的都没有资格, 在第一时间做出评论的。 嗯, 就甚至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跟信存者谈过, 我们看过这么多照片资料, 但我自己也没有实际去过诈评论去, 我也没有经历过, 就甚至是我自认为,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同理性, 但是我也, 我其实也不知道事件的权报, 我只能救我, 再透过我的救援工作等等, 能够得到的讯息, 受害者或信存者愿意分享给我们的讯息, 再分享给大家, 但是甚至就连我自己, 我也不是很知道, 这整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错, 我觉得很喜欢像这样子的一个沟通跟谈话, 因为像我自己, 我这边也就是在, 再插一下题外话好了, 今天是中秋节, 就在整整一年前的中秋节, 我采访了, 邱振宇, 邱教授, 也就是台湾雷汉乐世界公民中心的执行长, 我因为那次, 他现在人在德国, 就是被邀请去演讲这样子, 那就是整整一年之前, 我就是得知的这个难民, 就是我们这个, 救助叙利亚的难民的台湾中心, 然后在这个之后, 我才开始加入, 那一年前我对于难民的认识, 跟现在我对于难民的认识, 就我对他们的这种关心, 只有有真无解嘛, 可以想象, 可是我的定义, 我对难民的定义, 或者说我对难民整个他们的事件, 他们过去的经历, 跟他们现在重建的生活, 该怎么去做, 还有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我现在已经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跟理解了, 因为知道采访的越多, 我觉得我越更没有资格说话, 对, 我发现每个人的问题, 每个人的状况真的都不一样, 他们讨论的路线旅程方式, 都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样, 对啊, 对, 所以这刚好就是也是觉得很巧, 就一年前的今天我开始接触了这个, 正式的接触了难民的议题, 到一年后的今天, 然后也因为难民的议题跟你认识, 然后今天我们来延伸到所谓的人口贩运这件事情, 那我们刚刚还有, 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 为什么西港经济特区, 它会变成犯罪的温床嘛, 那, 再来就是, 那他们, 嗯, 请说, 我在想, 就大家, 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这些人, 实际在这些诈骗运区里被迫做什么事情有兴趣, 有喂, 我有兴趣, 就我想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些人, 我们一直说他们被骗去做诈, 被骗, 被诈骗去做诈骗,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就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受害者, 他们过去一部分的人会被迫去做洗钱, 那, 他们说的是, 他们讲的是洗钱, 但是, 他们说其实就是洗钱, 但是他们的雇主, 就是这些人设集团会告诉他们说, 这不是洗钱, 这是合法的资金转移, 处理帮忙我们公司做会计, 以及转移资金的工作, 这不是洗钱,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自己是在在做洗钱, 但如果你不做的话, 你不做你要么被电击, 你要么被转卖, 你要么被性侵都是有可能, 所以他们就, 他们是用自己的账户吗? 去转钱吗? 要用自己的账户吗? 通常不会是用到自己的人头, 通常会是用对方的, 就是在, 比如说他们用什么微信的账户, 还是我不知道, 我没有到非常清楚, 但是用他们那边的中国账户, 然后去帮他们做所谓的资金转移,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做, 就是最主要就是做诈骗, 那其中一种大家可能最耳熟能详的, 就是所谓杀猪盘, 杀猪盘的意思呢, 就是要你上网, 然后去用你交友软体, 或是社群网站, 去断枪打鸟, 开始跟人家献上约会,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装可怜, 要么是比如说我家人怎么样需要钱, 我这边出了什么问题我需要钱, 或者是跟人家建立感情之后说, 我希望我们之后可以有一段很长期稳定的关系, 我们一起投资怎么样, 就我们一起投资, 我们一起存我们房子的投契款等等, 然后把这些受害者骗进来做一些, 去操作一些所谓的虚拟货币的网站, 但这些网站当然都是诈骗网站, 最后这些受害者就会血本无亏, 那这个就是这种利用感情的诈骗, 然后从受害者身上吸取钱财, 这个就叫做杀猪盘, 就是把对方当成小猪就对了,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就是把对方当成有很多肥油可以捞的小猪, 原来杀猪仔就是这个意思, 对,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另外他们还有一部分工作内容是, 帮人蛇集团思考有哪些最新型的诈骗手段, 这也是部分, 策略长, 他里面策略长了, 没错就是, 而且每一个人都是策略长, 就是他们说有一段时间, 有几位受害者有一段时间, 他们的工作是每天要想出三个新的诈骗方式, 不管是诈骗的话术, 还是方式, 还是平台, 还是whatever, 就是三种新的方式, 想不出来你就完蛋, 要么没饭吃, 我把它转移成企业的那个口吻就是, 每天每个人叫三个新的business model来, 没错, 对就是这样, 每天每个人想三个出来, 接着呢他们收集到, 比如说一个办公室20个人, 每天每个人想三个, 一天只有60个, 一周五天, 他们其实一周不可能只工作五天, 六天七天, 但保守估计一周至少三四百个新的诈骗的故事, 或是话术会被生产出来, 他们就把这三四百个话术下去试, 试几千个受害者, 几千个潜在受害者, 所以像其实我们有时候手机上面收到的诈骗, 或是Facebook, 我们莫名其妙被加进去一些有的没的聊天, 然后传一些什么, 来跟我一起赚钱的连结, 或者是email上面我们很常会收到一些有诈骗连结, 或是诈骗内容的垃圾邮件, 这些很多都有可能是这些人被想出来了, 对, 他们就想出来了, 就开始测试几百个email发出去, 看哪一种诈骗方式最多人回应, 哪一两种诈骗方式最多人上钩, 你觉得OK, 这三百个里面就这两种最赚钱, 我们接下来一个月就主攻这两种诈骗, 直到这两种诈骗, 可能在媒体上曝光, 可能开始有人报案, 可能怎么样怎么样, 就发现这两个不要扛了, 好,下一个, 我们再重新想三百个, 我们再来试, 一轮一轮一轮下去, 大数据啊,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诈骗会防不顺防, 然后每天都有这么多, 我听话得很快欸, 台湾现在有那个什么, 呃, 呃, 就给你一个连接, 跟你说你点进去可以领那个防疫, 防疫补助, 防疫包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对, 防疫补助, 对, 就说你点进去, 你就可以拿六万块的防疫补助什么的, 这些都是, 我不会说都是来自柬埔寨, 但就是, 就是这些日新月而已的手法, 像上个月或上上个月吧, 我的那个电脑是Mac嘛, 那其实我从来不会去用它那个, 有一个讯息的功能, 然后我就一直狂收到讯息, 就是你, 就是它是什么银行的谁谁谁, 然后那阵子就大家都收到一模一样, 所以它可能, 他们那时候可能在测试这个模组, 有可能, 对, 来看这个模组, 可能我传了一千个人, 只有两个人受骗, 但我用另外一个model, 一千个人, 里面有三百个人, 至少会点进免金, 你就知道, 哦, 这个方法好像更容易骗到人, 那我们之后都用这个方法。 所以, 我们一直, 我不知道至少我自己, 就是对于诈骗集团的内心, 会有一种就是他们应该, 嗯, 感觉组织不是这么的精细的感觉, 可是完全错了, 这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大集团, 每一个罗兹钉, 就是非常紧密的分工合作, 然后就走大数据的概念, 没错, 确实是这样子, 就是在这些集团里面, 有负责去, 去机场接人, 接受害者的司机, 有警卫, 有办公室管理的人, 然后甚至是他们, 有我们性存者有跟我们分享, 就是他们可能每天早上会有一些, 精神喊话, 然后在办公室里面放一些很振奋人心, 对很振奋人心的中国电音, 然后鼓励大家说来, 大家一起赚钱, 大家一起想办法骗更多人的钱, 对, 然后还有一些很, 比如说你业绩没有到, 或是你不愿意乖乖听话, 我们会有一个惩罚措施叫小黑屋, 那人被关到小黑屋里面, 就可能是一个很阴暗的小房间, 几小时不可以吃喝, 或者在小黑屋里面, 进行轮针, 或是毆打电击等等, 对, 我知道的是说, 在这整个诈骗的产业链里面,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在从事的工作, 他有可能他是警卫, 他不觉得他今天作为警卫他有犯错吗, 或者他今天甚至于他作为这个中央的厨房的厨师好了, 但他这全部都是属于诈骗链其中的一员, 但不晓得每一个人是不是都知道自己的公司在做什么? 很可能很多是不知道的, 因为我在猜像刚刚你提到中央厨房, 确实有这么多员工他们就提供团扇, 就是在房子里, 这个建筑里面有一个专有的餐厅区, 那这些员工煮饭的员工很有可能是柬埔寨当地人, 他们可能也听不懂中文, 听不懂其他罪犯讲的话, 他可能就是用我来煮饭的,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那其他那些人要求救, 他也只会讲高棉语, 他也不会讲中文也不会讲英文, 他什么都不知道, 对, 诶,讲到这边我想跟大家分, 不知道会不会太跳通, 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一直讲这个诈骗园区人区, 那园区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 对, 我们想知道诈骗园区, 到底他长得是很诈骗, 还是长得一点都不诈骗, 刚刚那个换店已经整个就是, 换店很漂亮, 我觉得是他不诈骗, 很漂亮, 可是他就是诈骗, 对啊, 到这边, 呃, 这边是我, 因为我前面我刚跟大家分享, 都在柬埔寨园区, 那这边也在分享另外一个在缅甸的, 大家可能听到, 呃, 新闻上一直讲KK圆区, KK圆区, 嗯, 就是这个, 店的水沟谷圆区, OK, 那这圆区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建筑物, 就有没有看到这个阳台窗户, 全部是被铁丝, 而不是铁丝, 铁栏, 铁网, 铁栏杆, 封死了, 他好密欸, 他完全不像台湾, 对, 完全不像台湾, 可能只是防止小孩跌出来的那种, 大概矮的地方封一下, 这是完全封死, 让你出来, 那大家在这下面, 可能也可以稍微看到有一些, 好像是监狱或是军民, 才会出现的铁丝网, 旁边这种建筑物也是完全, 其实窗户是完全没有办法跑出来的, 对, 那我们再放大一点看呢, 这些园区其实, 其实, 不觉得很像台湾嘛, 就很像台湾嘛, 很正常啊, 看起来就是很正常的地方啊, 这样子一忽然就看过去, 没错, 就非常非常, 感觉是其实就很正常的一些, 对啊, 名字起来就是建筑, 但其实这些建筑里面就隐藏着很多的办公室跟宿舍, 甚至是折磨人的地方这样子, 就是地狱, 外面是天堂, 里面就是地狱欸, 对, 就如果不知道的话, 其实你经过了, 你根本不会知道有人被困在里面, 因为他看起来就是很正常的民宅, 那这个是我们的受害者跟我们分享的照片, 就是他从他的宿舍窗户面往外拍, 说我他住在, 住的这个地方是有在工厂区, 或者感觉是有一个物流中心的区域这样子, 那我们看了这些都是外观, 我们来看一下房间里面, 那我一开始有提到就是很多是这些中资的五星级饭店, 在疫情之后呢, 就空下来, 就转而变成一些诈骗集团的地方, 左边这个就是他们很典型的办公室, 长的样子, 就是这些受害者可能一天十小时, 十二小时就坐在他这个电脑前面, 听你的骗人, 到处想诈骗的方法, 然后到处断枪打鸟骗人, 然后右手边就是他们的一个宿舍, 那你有什么? 不好意思打断, 我刚刚看到这张照片, 我忽然脑海里面跳出一个, 我之前也是在脸书上面有看到, 就是一个男生, 然后就在拍影片, 就说他们现在这边的办公室有多漂亮, 就是他就要走到这个走廊上面, 然后就一间一间进去, 这是会议室, 这是什么的这样, 然后就说我们现在在做一个什么科技的crypto, 还是什么的, 你知道而且是年轻的男生拍吗, 感觉他有点吵, 对, 我现在忽然就是惊觉, 就觉得, 这搞不好就是很难被吸引, 对啊, 对啊, 而且像我现在因为, 呃, 在我这个, 我们现在就很, 大家很喜欢讲新创公司, 然后在新创公司那种很酷的工作环境, 对, 然后比较深进的, 比较怎么样, 比较不像是比如说什么, 很明亮啊, 对啊, 对, 新创公司很明亮, 然后, 呃, 平行管理, 就是大家都是同, 大家都是平等的, 在很舒适的环境下办公等等, 对, 然后, 那这个是他们办公的空间, 我们就来看, 再看一下他们居住的空间,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受害者拍给我们的, 左边很明显, 就是他的门口是铁栏杆的东西来, 很像那个狗龙欸, 对不对, 对, 像狗龙一样, 对啊, 他们是逃不出去, 右手边这边可以看到, 呃, 这个照片有点不清楚, 但左边这个蓝色的小网, 小帐篷, 其实是一个类似警卫式的地方, 所以他就挡在这铁门, 其实这个蛮, 感觉是个蛮, 蛮, 蛮, Random, 不是Random, 一般的工厂啊, 一般工厂的园区就这样子啊, 对, 就是非常, 也不是特别戒备森严, 但是就是可以看到, 是有这样的戒备, 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警卫, 这些宿舍里面, 嗯, 那我们来看宿舍里面的样子, 那这些照片呢, 有一点也不清楚, 因为都是受害者, 就是在一个园区里面偷拍, 偷拍, 偷拍的这样, 嗯哼,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房间里面可能, 在很小的空间里就摆了很多很多照片, 双层窗, 然后很多人就在这些房间里面, 对, 然后, 嗯, 接下来想分享一下, 等一下, 我先关掉目前这个, 刚刚我们有人提问就是说, 这些受害者是怎么被找的, 都是随机的吗? 有些是随机的, 就是乱枪打鸟, 像我们有一位, 有一位幸存者他当初是, 他加入了Facebook的一个找工作的社团, 但他没有在里面泡, 他只是加入而已, 就有人来密他说, 哎, 我跟你在同个群座里面, 我看, 我想问你对, 这个, 我们这边有一个ABCDE工作, 你有没有兴趣在柬埔寨, 这样子, 那有些可能就是被target, 就是刚刚我们有聊到就是, 他可能有一些专业背景, 或是, 他被发现, 比如说, 他被发现, 比如说, 哦, 这个人最近好像失业了, 或是他这个人是有跟高利贷借过钱, 那, 这样的人, 好像比较有可能接受这样的高薪工作, 那我们就去Applish他看看, 对不对, 他们可能从银行那边可以得到一个有负债的名单, 那这样子的名单上面的人可能就更容易受骗了, 那现在的个资其实很容易被取得名单, 没错, 甚至是, 如果银行可能还好一点, 但如果是高利贷的话, 高利贷背后可能是帮派, 可能是一些比较灰色地带的组织, 那这些地方的名单可能就比起, 呃, 一般的银行还要更容易外泄。 嗯, 还有人问说, 现在台湾有没有组织在救援? 台湾有, 嗯, 台湾呃, 有一个叫做GASO, 就是国际反照片组织, 它是2019年才成立的一个组织, 然后目前也有在协助救援。 嗯, 呃, 台湾的, 嗯, 台湾正, 我们也有在跟台湾政府办, 呃, 国际,呃, 行事,呃, 行事警察局的国际刑警科, 还有, 呃, 目前也有在跟里面的警官合作。 那也有听说, 台湾内政部最近有在动作, 要去跟,呃, 监谱灾的政府可能进行一些合作, 或者谈判, 然后把一些台湾人接出来。 对, 但这些, 目前这一点, 我们也不知道, 就还没有到很明确的一个时间轴, 或是, 这个救援行动会长什么样子。 所以像现在就你所知道的, 目前已经现有的救援行动, 他是不是由各个国家, 不同国家的组织一起, 一起来合作。 比较多还是民间的组织吗? 比较多是民间发起,呃, 对, 可以说比较多是民间发起的。 像我们, 我们这边目前的呃, 呃, 救援方式大概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我们会跟呃, 先跟前我们在政府那边, 有一些谈判, 或是一些提供他们一些证据, 说我们现在有这些, 我我国台湾人有困在你们国家, 在这里, 我们有他们的身份, 好, 护照号码, 照片, 他实际受困的地点, 那, 请帮忙。 那有些人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被救出来的。 OK, 呃, 有些人是呃, 透过一些台湾在当地比较有, 可能有影响力的台商, 或是一些比较不太方便透露名字, 跟背景的一些有利人士, 他们会去, 组织谈判这样子。 嗯, 那也是用这些方式把人救出来。 嗯, 那还有另外, 请说, 你先说完。 OK, 呃, 但这可能比较不是救援, 就是呃, 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受害者, 你被困在里面, 然后你想要逃出来的话, 还有一个方式是, 这个方式不一定真的有用, 就是要看公司的状态, 但有些时候是可以用赔付这个方法, 离开。 赔付是呃, 赔是呃, 赔偿的赔, 赔是支付那个赔。 那所谓的赔付就是呢, 你去, 你直接跟你的人设集团摊牌说, 我不干了, 我要回台湾, 你开一个价钱给我。 那很多时候这些人设集团, 他们就会把当初把这个受害者, 比如说我花了两万美金买你, 对。 所以你帮我两万美金, 再加上你在我这边住了一个日, 每天多少指数费, 然后还有一些非常, 非常莫名其妙的呃, 名义, 比如说什么, 你使用工作那个键盘使用费, 然后你, 键盘使用费。 对。 对, 想更, 有更多详细, 也欢迎大家,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公司的这个, 对, 我等下快捷说一下, 可以把连结, 对对对, 等下再把连结分传给我。 对, 就是得帮自己赎生啦, 帮自己赎生的意思。 对, 帮自己赎生, 但这个赎生的价钱, 他们就会尽可能从这个受害者身上挖钱, 你呼吸空, 就还有一个什么空气费。 空气费。 对, 所以你看我们, 空气费。 然后, 这其实就是非常符合人口发展跟所谓的强迫劳动。 我们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下一个主题要来谈这个, 那我们现在先, 还有一个, 跟针对这个柬埔寨的事件有一个问题, 就是听说, 一步说, 警方的设备跟技术比不上诈骗集团是真的吗? 警方的设备跟技术, 这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如果是哪一种设备, 如果是武器类, 就真的是枪械的话, 这个我就很难讲, 因为我相信其实, 就是正常的警察, 警官, 警方, 军方, 其实都应该有一定的武器的强度。 那至于黑帮, 帮派人设集团, 他们也当然有一定的, 那,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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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网路, 网路中间刚刚有lag一下, 可以在, 最后面两句话, 可能要再一次。 嗯, 就是在帮派人设集团之边, 他们当然也会持有些非法的枪械, 然后电子棒, 然后也会有武器, 对, 那就想问一下这个人, 他指的是, 设备是指什么呢? 就是如果, 如果你还有更明确的, 你指的设备是什么, 就可以, 也可以放在留言里面, 嗯, 和泳怡你说的是说, 这个警方要救, 不要救, 救出这些人职的设备, 还是说他们诈骗的设备? 如果说是警方, 呃, 救人, 救, 救人制的设备的话, 这又会起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 坚勃在警方是非常, 他们甚至不一定会真的去愿意救人, 因为, 呃, 政府在官方跟警方, 其实是蛮, 蛮腐败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们甚至很多跟这些人士集团, 都是有金钱上的交易, 嗯, 所以甚至也不用弄到武器, 就人士集团, 潜负了警察就不管了, 就好, 我就正一只眼比一只眼, 嗯哼, 嗯哼, 但是, 就是大家有的电脑, 大家可以用到的, 呃, 可以, 可以access的网站, 其实是差不多, 但是, 形式, 然后跟诈骗的内容, 我, 我比如说可能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因为像前面讲到, 他们有这么多新的诈骗手法, 就警方跟官方怎么做事, 就是有, 有新的诈骗受害者, 我们针对这个方式去打击, 去看说怎么样停止, 怎么样把自己人, 把自己人停止他们的钱, 继续留到诈骗集团手上, 但是如果对方有一个新的, 新的诈骗手法, 那我们要怎么办, 所以只能说, 呃, 很多时候, 罪犯的脚步是比我们快一步的, 我们是追着他们跑, 对, 我觉得科技设备来说, 其实大家都大同小, 因为硬体的东西他就是这样, 那软体你就说, 他们需要到多高级的设备吗, 我觉得也不需要啊, 他只要网络畅通的, 他的crypto的这个currency, 设, 弄几个钱包, 多弄几个钱包, 在那边转来转去, 其实一切都是在键盘上面去操作, 没错, 所以, 找出来, 去把他们找到, 没错, 就变我们正式我们追着他们, 对啊, 那前面的人, 他们一直不断在改变他们的路嘛, 然后后面的情况就只能, 建一个抓一个, 建一个抓一个, 所以这个是完全就是走在不同调上面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比较难以去做防止犯罪的部分, 你只能是追捕犯人, 所以, 其实我们有想过, 呃, 怎么样真的是, 做到prevention, human trafficking prevention, 那prevention有一个方法, 有可能是, 直接断掉他们的金源, 那要怎么断掉, 这些诈骗集团的金源, 其实像, 比如说, 冻结他们的账户, 比如说跟政府, 还有银行合作, 嗯, 然后去限制某些人, 甚至某些人头, 限制某些人民, 他们底下的账户的, 资金上面的转移, 但这一点就是, 呃, 困难度第一点就是, 嗯, 这会需要很多, 这会需要多国政府一起合作, 然后, 直接下令, 比如说银行应该要什么样的管控措施, 然后哪些人要在黑名单上面, 是实际, 比如说我们得先证明, 某一个真正的这个人, 诈骗集团的, 首脑的名字, 跟他国籍, 跟他什么个人资讯, 确定他是有犯罪的事实, 并且有被定罪, 放到黑名单上, 我们才有可能开始做, 比如说冻结死刑这样的事情, 就其实是蛮, 蛮漫长的一条路吧, 对, 而且这一条路就我, 我看起来, 我觉得他有点难以完整的执行的原因, 是因为台湾这十年来, 也一直在打击洗钱, 但他到之后落实的政策, 就变成是说一般的人民, 比如说我今天三万块钱, 就是变成是我的上限, 然后我今天无论做什么, 我可能都要有指印啊, 或是我都要个人去, 我本人一定要到银行, 但是像, 因为像我们在国外, 他就遇到很多这样的状况嘛, 就那我就本人没有办法到银行, 可是, 可是其实我就是一般, 一般生活的人民, 但这些, 这些条例反而是限制到我个人, 但是这些犯罪集团, 他们的人头是一直不断的在扁啊, 他就随便就几百个几千个人头, 一直不断的在人头的转换, 所以对他们来说, 反正他一样嘛, 三不转路转, 他我今天我不行了, 我就转到其他的人去, 没错, 就是黑名单是永远列不完的, 是啊, 而且是在不同国籍, 在不同国家, 不同国籍, 或是他们把他们的账户放在哪里, 控格公司放在哪里, 对, 可以容易避, 避掉管控的国家, 对, 对啊, 那还有人问说, 那, 嗯, 有没有被柬埔寨那边的诈骗组织威胁过, 就你们像, 进行像这样子的救援, 那有没有被威胁? 我, 本人目前没有, 哈哈哈, 没有, 那也希望, 就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当时, 因为我们公司也有其他, 就我们公司目前我们的名字, 还有其他正在协助的人的名字, 或是其他组织, 像我刚刚提到那个反驾片组织的名字, 他们的执行长的名字, 其实都是在网络上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我们, 大家就是目前有在进行这个救援的人, 都有一些, 呃, 算是有一些自知之明吧, 就是比如说, 我, 我未来几年可能, 不太能入境中国跟柬埔寨, 嗯哼, 嗯哼, 然后,呃, 呃, 对, 就是我们大概会知道, 大概会知道就是, 会有一些一定的, 一定的, 对, 我们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哦, 小令这次在同意接收采访之前, 其实是有跟公司, 嗯, 有跟公司有先讨论过说, 哎, 这样子是不是安全的, 有哪些资讯是可以揭露的这样子, 所以, 但我们希望, 我觉得, 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然后也非常谢谢, 嗯, 谢谢小令, 然后谢谢就是, 你们公司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也愿意让大众去知道, 那因为, 我相信就是, 你们之所以会同意公开, 就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这样子的状况, 它是正在发生的,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去, 试着去解决, 甚至于在未来, 可以进一步的去避免它, 去prevent, 去预防它这样子, 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其实该躲起来, 该不露面的不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他们, 对, 是他们, 该怕的是他们, 该怕的不是我们,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越来越多人露面, 越多人就是出来讲, 我觉得是, 对于未来预防这件事情, 跟救援更多受害者是有好处的, 那我也就会在, 特别设计的这个, 这个interview, 就把这些资讯分享给更多台湾人, 或者甚至是之后, 这放在YouTube上, 或者是Facebook上, 可以看到的更多多国家的人, 对, 那我觉得, 透过真实的在从事, 在处理这件事情的你们的口中,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没有被渲染过, 很真实的状况,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一直很想要给大家, 然后给家长, 给小孩的, 那藉由这件事情, 有什么是很重要的观念, 你觉得, 尤其是我们的听众很多, 大部分都是家长, 所以我们就有家长提出来, 就是说, 我们要交给小孩子, 如果我们今天, 经由这件事情, 想要给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你觉得会是什么呢? 如果我现在其实, 我的想法是, 如果我现在, 我现在没有小孩, 但假如我有小孩, 未来结婚生小孩的话, 首先就是有什么事情, 你, 不管是你想接受一个海外的工作, 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机会, 一定要找大人, 一定要找身边人讨论, 就是, 即便你自己一个人做过任何, 再多的查证, 再多的Google, 再多的, 你认为的, 就Due Diligence的方式, 都还是有风险, 所以最重要的是, 让身边人知道你在干嘛, 让你的爸妈知道你要去哪里, 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些受害者的家属公民联络的时候, 他们是说, 他们甚至一开始不知道小孩去哪里, 他们只知道小孩子去柬埔寨, 然后等到这些新闻爆出来之后呢, 才发现, 哦,天哪, 我小孩在柬埔寨会不会也出事了, 就赶快联络, 发现联络不上, 或是联络上才发现我小孩也受困了, 然后才过来求救, 所以我觉得如果, 呃, 就我相信在座的家长会, 会来看这个直播, 或是看到这个影片的家长, 应该都是非常, 跟小孩应该, 就首先你们一定很在乎这个议题, 在乎孩子的安全, 也跟孩子有一定的, 呃, 关系向紧密的程度, 对, 但可能不是每一个台湾的家庭, 家长都跟孩子有这样足够的紧密程度, 对, 让家长, 让孩子可以很信任的, 呃, 把家长把自己的爸妈当成, 或是家人当成一个, 可以拿来商讨这种, 我要出国工作, 我该怎么做的对象, 那我只能请各位就是家长, 或是, 甚至是你身边的朋友, 你只要有听到他有打算前往这些国家工作, 就是尽可能的陪他查证, 尽可能的问清楚他什么时候出发, 是跟谁一起去, 发生什么事, 对, 嗯, 不过这边我也想要就是提出一个比较真实的状况, 因为其实像我从, 我自己本人啊, 就是, 是比较爱乱跑的人, 所以在, 在大学的时候大三, 然后甚至于在, 我开始第一份工作, 我可能不到一年我就出国, 那, 嗯, 我不见得每一个决定都会跟家人讨论过, 因为其实我算一个自主意识比较重的, 但我觉得, 嗯, 除了就是说, 今天如果家庭的关系是一个能够讨论的, 我觉得这很好, 那如果真的, 因为我觉得孩子不一定什么东西都会跟家长讲, 这是一个事实, 虽然我现在是家长, 我也希望孩子都跟我讲, 可是我也不能够expect他都会跟我讲, 但是至少我希望就是, 你要确保你孩子他有信任的朋友, 尤其是今天当他会出去找工作的时候, 他已经是可能已经是成年人了, 尤其是成年人更不会说的事情都, 都跟爸爸妈妈就讨论嘛, 他一定会觉得说, 我现在我的想法, 你的想法已经太老旧, 你不懂啦, 这个crypto你哪懂啊, 这是我们现在这个z generation最新的东西, 什么之类的, 对, 但是至少, 我只是就突然想到我, 我决定留在英国工作, 跟我决定来这边读书, 这些都是我做好决定才跟家人讲, 是不是, 我自己也是, 对啊, 我是觉得说, 刚刚讲的是理想,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现实, 理想跟现实它是有差距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 你要能够确保你的孩子, 他有一个自己的, 他有一个信任的朋友圈, 那这个朋友圈它是属于比较真相的, 它是一个, 你如果真的有紧急事件的时候, 你可以从这些朋友圈里面得到一些讯息,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至少做家长能做的, 然后或者是说有什么, 比如说像我自己, 因为我们家人分散在各地, 所以我会使用脸书作为, 我会把脸书作为是一个, 让我身边的亲朋好友知道我现况, 知道我人在哪里, 知道我在做什么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他这个, 你的孩子或是你的朋友, 他的对外的这个联系的管道, 他一定要是很顺畅的, 我觉得这一个可能会更实际一点, 这样子, 我从, 而且另外一点是, 像我知道在在座很多家长, 都是拉尔老师的, 你的小孩都是拉尔老师的学生, 那我就觉得像拉尔老师的这些, 国际官的课, 国际文化课等等, 这些真的是帮助小朋友, 建立对这个世界的了解, 然后去对, 呃, 世界上不同地方发生的事情, 实施敏感度提升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 所以不管是你有实际上课, 还是有家长有习惯跟孩子讨论就是, 呃, 新闻讨论这些上发生的事情等等, 这也是建立小孩的, 比如说对一些事情的警觉心, 一些是非观念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对, 对啊, 结论就是教育好难哦, 养小孩好难哦, 哈哈哈, 这个这个结论这样, 哈哈哈, 我觉得那口不正向, 我觉得那非常, 非常不正向, 但非常的真实, 哈哈哈, 对, 但是, 对啊, 如果连朋友都不介绍给家人认识, 这当然就是又是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对, 但我觉得就是, 所以你看嘛, 现实的层面, 就我们希望是可以这样子, 但是实际上就是每一个家庭去操作真的是, 白白种嘛, 真的是白白种, 柬埔寨被爆发了, 会哦, 有转移他国, 所以就转移到缅甸嘛, 对不对, 缅甸泰国, 有, 现在最多是缅, 呃, 柬埔寨在缅甸, 呃, 是主要两个地方, 然后转移的有, 辽国, 呃, 聚传是尼泊尔, 我们目前还没有听, 听到来自尼泊尔的, 的受害者, 但聚传, 里面传出来是有, 呃, 泰国也有, 应该也有, 杜白, 嗯, 杜白, 对, 杜白, 其实是啊, 其实是, 嗯, 大家对杜白有一种过度的想象, 我只能这么说, 他有他很, 他有他这个很资本主义的一面, 非常的资本的社会, 但是他真的是接收了, 当你, 你可以完全想象到在一个这个小小, 他人口不过有几百万人吧, 这城市里面, 他可以接收各式各样的, 阶层的人, 这个, 这个, 这个社会他, 他的角落太多了, 我只能这么说, 而且另外一点是我觉得柬埔寨, 杜白他有, 他的繁华啊, 包含我们最常在台湾看到的就是他的, 呃, 很帆船, 诶, 是帆船饭店吗? 对, 帆船, 六星级的帆船饭店, 嗯嗯, 然后还有非常非常, 好像是全世界属于所谓大的购物中心, 然后多漂亮等等, 就在我们家旁边, 每天去, 哈哈哈, 他其实对, 他其实很多是真理派很多, 不同国家的移工, 然后他们去, 嗯, 透, 付出他们的血汗, 然后, 去盖起来的, 然后在, 我有看这几部片, 对, 然后在operate这些设施, 其实也是, 一定有他的博学的部分存在, 嗯, 刚好有人留言说, 最近妹妹很坚持, 要去杜拜打工, 全家反对, 哈哈哈, 等一下我要先澄清一下, 我, 我人在杜拜, 然后杜拜有非常多的工作机会, 所以我, 我不是说来杜拜就很容易被诈骗, 只是说, 就是, 在这样子的地方, 他就什么样子的工作都有, 就是我, 我也, 我也会在这边发展我的, 我的, 我的事业嘛, 然后我也在这边看到非常多, 很正面的, 很好的工作机会, 所以呢, 我是想要, 我是觉得就是说, 不要去针对一个地区, 不是只有杜拜, 柬埔寨, 什么金边会有问题, 就像日本会不会有剥削, 当然也会有剥削啊, 日本会不会有这种人口贩卖, 我相信一定有啊, 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个, 这个, 这个部分就是我也可以在, 接下来我们台湾叫人口贩人的时候, 多分享几个, 在我们, 一般台湾人一想到, 想到了就是先进国家, 比如说美国, 日本, 英国, 对, 也有很大量的, 呃, 人口贩人跟诈骗的事情在发生, 对,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 第一个大的part, 就是关于柬埔寨, 就先暂时到这边, 接下来呢, 我们这样光柬埔寨就谈了一个半小时, 真的太多内容可以说了, 接下来呢, 哦, 我想我们刚好podcast也会进入到了下集, 好, 对, 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讨论就是人口贩运, 啊, 经由柬埔寨的这个诈骗事件呢, 延伸出来了这个人口贩运的非常非常大的议题, 它的英文呢, 叫做trafficking in persons, 那这边想要请Charlene来跟我们很简单的, 给我们一个概念跟定义, 到底什么是人口贩运, 呃, 我从两个方式, 两个地方来讲, 就人口贩运呢, 我想讲它到底是什么, 所以人口贩运它其实是所谓现代奴役, Modern slavery底下的一种, 那什么是Modern slavery, Modern slavery现在女意底下就包含强迫劳动, 人口贩运, 呃, 在国际上面讲人口贩运最重要的一部国际法, 就是Palermo, 呃, 我忘记全名, Palermo Protocol, 就是Palermo议定书, 那这个Palermo议定书是在补充联合国的打击, 呃, 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一个, 呃, 的一个议定书, 那这个议定书里面呢, 就很明确的定义了, 呃, 什么叫做人口贩运, 所以一个行为要符合人口贩运, 必须要一下符合这三个主要的条件, 就第一个是以剥削为目的, 第二个是以不当的手段, 然后去第三个是去符合前面两个条件, 以不当手段, 以剥削为目的, 去对一个人进行招募, 聘雇, 呃, 窝藏, 运送等等, 那这个就是叫做人口贩运, 对, 那这是大概是人口贩运的大概, 定义, 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一个更清楚明了的, 可能说例子或是故事的话, 我也可以分享几个在不同国家的案例, 让大家更了解说什么是人口贩运, 那我举, 我举一个在英国的例子好了, 就在英国其实有蛮多来自, 呃, 罗曼尼亚, 阿尔巴尼亚, 波兰等等, 呃, 呃, 在欧洲相对来说可能人均收入没有那么高的国家, 的年轻女生, 那这些年轻女生呢, 她们很多都怀着要过来西欧, 过来英国, 然后工作的这个梦想, 希望可以赚更多钱, 然后改善家里的, 呃, 经济条件, 经济水平, 所以我举, 比如说以乌克兰为例好了, 在乌克兰如果你一个月可以赚三四百美金, 就已经算是还不错, 蛮中上的薪水了, 那可是如果在英国的话, 那你一个月三四百美金可能, 就英国的薪水, 英国平均的月薪可能远远超出三四百美金的两三倍不止, 所以这些在东欧的女生, 他们可能觉得, 东欧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我来到了英国, 我可以工作改善家的环境, 那我们可以想象有一位人口贩子, 他假扮成一个仲介, 然后到了罗马尼亚, 到了阿尔巴尼亚, 然后跟这边的年轻人说, 我可以提供给你在英国的咖啡厅服务所的工作, 你付我一笔仲介费, 我利用这个仲介费帮你买机票, 帮你安排, 帮你申请工作, 带你去英国。 于是他们付了钱, 然后这笔仲介费, 可能是一千美元, 两千美元, 那这个, 比如说波兰, 或是罗马尼亚的家庭, 他们可能要存好几个月, 甚至好几年才要存到这笔钱, 送他们家的一个孩子出国, 送他们家的孩子到英国。 可是到了英国之后呢, 才发现, 这个人他, 这位所谓的仲介, 他并不是要提供给年轻人什么咖啡厅的工作, 而是给他们非常糟糕的工厂的工作, 比如说, 一天工作14个小时没有加班费, 然后给他们的薪水是远远低于本来奖好的薪水。 这是好一点的情况, 坏一点的情况有可能是年轻女孩, 她们一被送到了英国, 直接就被送到了非法的集园, 或是这位人口贩子, 可能会强迫这个年轻女生, 为她进行性交易, 然后她就可以赚, 她就拿走这个女生性交易所有的钱, 所有的收入, 那这个就是, 就叫做人口贩, 因为他要服务定, 这位人口贩子, 她的目的是要剥削这个年轻人, 要利用她的身体去赚钱, 或是利用他们去, 利用他们获得大笔的中介费, 然后把他丢到一个非常糟糕的工作环境。 那再来是以不当的手段, 不当的手段是什么? 不当的手段可能有欺骗, 刻意隐瞒重要资讯, 利用他人弱势的处境, 没收重要文件等等, 这些就是不当手段。 那在我刚提到这个案子里面呢, 这位仲介, 这位人口贩子, 使用的是欺骗这样的不当手段, 把东西的年轻人骗到英国。 然后他也行使了就是, 运送跟招募这个行为。 所以这整体, 这整个案件就是一个人口贩人的案件。 嗯, 刚好就是延伸小令刚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英国的案件。 我这边也有一个案件想要分享。 我们刚刚说到一开始的柬埔寨, 包含柬埔寨辽国, 这在我们的印象里面, 它还是一个属于比较发展中国家嘛, 好像就是属于这个收入比较低的, 啊, 跟台湾相对比起来, 相对落后的国家。 那刚刚呢, 小令跟我们讲的例子呢, 是在英国。 那这是在我们的印象里面, 呃, 可能平均收入会比台湾更高, 然后它是已经已开发的国家。 那, 我来举一个例子, 就在今年的年初呢, 在台湾也被爆出了一个很大的这种, 我想也是属于的人口贩运。 他, 我觉得刚刚看了一下那个定义太符合哦。 从很多的乌干达来的学生, 他们当时候在乌干达被招募, 就是来台湾的, 叫做什么中州科技大学。 诶, 我其实还真的没有听过这首大学。 然后他们就是说, 诶, 你们来台湾念书, 然后可以在这边呢, 用英文学习。 然后尤其是现在, 你看你又一带一路啊, 你这个世界经济发展, 所以你要学中文啊, 这样子对你的未来一定会很有出路嘛。 好, 那, 然后就说, 如果你在我们这边毕业, 甚至于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还可以帮你安排相关的实习的工作机会。 好, 所以呢, 他们当时候呢, 就是浩浩荡荡的到那边去招生。 看了一下报道, 就是说, 招生的状况来了好几, 大概三百个年轻人吧。 哦, 非常的踊跃。 然后到最后呢, 连我们的代表处呢, 都面试都还来不及了, 这样子。 最后来了几十位的学生哦, 他们来这边发现, 学校是没有任何的英文课的, 因为老师根本也没有, 没有这样子的能量去, 去为外籍生特别去准备。 然后他们其实, 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打工, 而且他们是被逼迫到, 各式各样的CNC车床, 什么隐形眼镜公司, 什么脚大车公司, 什么零件公司, 然后去做超时的工作。 每周的工作时间都超过九十个小时。 对, 这个刚好也是, 我刚刚提到我在台湾人员促进会实习过, 就是今年跆拳会有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力气, 在处理这样的案子。 因为就是这些, 呃, 这些年轻人, 他们等于是, 这当然就是我们再回到人口犯人的这个定义, 就是他有没有符合以波学为目的? 有, 因为他们过来之后呢, 他们被强迫到了工厂超时工作, 一周工作九十个小时。 他有没有符合不断手段? 也有, 因为他们是被, 有点是被欺瞒了, 然后刻意隐瞒了, 就是, 他们在告诉你说在台湾可以上, 用英文上课, 但其实他们来到台湾之后, 呃, 他们是没有办法, 他们是没有办法真的所谓的学习, 他们根本是过来, 来当便宜的免洗劳工的, 那有没有符合招募运送这个行动也是有, 所以确实他就是一个人口犯人的案件。 对, 所以在, 嗯, 我想再回应一下刚刚的问题哦, 就是说在, 到底我们现在是哪一个国家安全呢?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绝对安全的, 连我们觉得台湾应该OK吧?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嘛, 对不对? 发展中国家, 以开发国家, 甚至于就是未完全发展的国家, 你绕处他都是有可能这个陷阱, 完全就是在于, 你是在哪一个圈子里面? 没错, 就在各个都有合法工作, 但是也都有危险的工作。 是的, 那我也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呃, 在日本也有一个, 也有这样的案子, 呃, 我等一下如果找到连结那本书的连结, 我可以分享到呃, Facebook上面, 就是分享到我们的留言处, 但就是呃, 在日本也长期来一直有发生, 像这样, 今年报所来台湾乌干达的案子, 就日本他们招募了大, 因为日本现在的外籍, 呃, 蓝领外籍移工的数量是不太足够的, 所以他们就招募了大量, 大量的越南学生, 跟你说, 你过来日本, 上日本的语言学校学日文, 你毕业之后呢, 你就可以拿到certificate, 并且拿到几年的工作签证, 结果他们过来了之后呢, 才发现, 这些越南学生, 他们每个月要付很大量的宿舍费, 他们的语言学校的, 呃, 环境跟教育水平就是非常称之不齐, 而且他们如果想, 他们在日本他们要生活, 他们要支付他们的宿舍费, 他们要支付他们的这个语言学校的学费, 他们每天都必须要在工厂工作至少七八个小时, 那就想想看你一天工作七八个小时, 你怎么可能还要力气去学日文, 怎么可能还要力气去上学, 那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剥削这些越南学生, 那这些越南学生, 他们是怎么被招募过来的, 有一部分也是日本的一些黑心中介, 他们到越南去招生, 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付多少学费, 预付多少学费, 预付多少中介费, 我们就帮你们把孩子带到日本, 他们在日本肯定有光明的未来, 最后拿到certificate工作几年, 就可以拿到日本的永久居留证, 甚至有可能把整个家庭从越南接到日本, 或是可以回馈给这个家庭等等, 所以类似的事情在日本也是有发生的。 我觉得Charlene我们这样子分享, 会不会大家以后都不敢出国啦? 哈哈哈哈, 我们没有想要日本, 我们两个人都是在国外的人, 我们不想要让大家就是有点, 这叫什么, 太过戒慎恐惧就感觉, 只要讲到要出国是不是就好恐怖, 我们, 我觉得也不能够, 这个要什么成语忽然忘记了, 呵呵呵, 音噎废食, 哦对对对, 音噎废食, 是是, 对, 就, 我相信正, 正常的管道还是有非常多, 然后当然就是判断的能力, 然后还有就是, 我不知道, 我觉得现在很难就是说, 我可以, 我可以就怎么样, 我就可以一定可以判断, 他是对的还是错的, 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现在应该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可以这么简单去一分为二, 所有东西都要用全面的方式, 去, 去, 去判, 判断他这样, 音噎废食, 谢谢, 我刚刚也把那个, 我刚刚提到了这个日本的case, 然后他有被一位, 呃, 日本的, 呃, 那个叫记者写成书, 然后把它放在原本处, 大家可以看, 嗯, 我觉得我们下一次, 一定要讲一些光明面这样子, 不然, 把大家都, 吓死了, 对, 就是说更谨慎的去看待, 还有就是我们, 要出国你自己的能力, 当然也是很重要嘛, 包含就是, 你对于, 我, 生活的环境周遭的一个, sensitivity, 对不对, 你的敏感度, 够不够, 我觉得这是在, 国外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 你, 你必须要很能够, 养成一种警觉性, 看到前方有什么状况发生, 就赶快就, 就, 就闪了嘛, 这个是, 我们在很实, 实际上生活当中, 那还有, 当然你就精神上面也是, 对, 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indicators, 指标, 就是大家可以注意的,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 比如说我正常来台湾找, 我就是投女力, 大家喜欢我, 就邀请我去一个面试, 但是其实, 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你的未来老板是不会跟你收钱的, 他也不会没收你的护照或身份证, 他也不会跟你说, 对, 因为你要, 你要入住职手续, 我们需要你的身份证, 所以请你把身份证门给我, 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也不会跟你要钱, 因为是你, 我去帮你工作, 是你要付我薪水, 怎么会是我先付你钱, 怎么会是我付钱, 获了这个工作的机会, 所以如果我在海外工作, 申请海外工作, 被这个仲介, 或是被老板要求, 什么样的钱, 什么样的什么保证金, 然后押金, 这类的, 就必须要非常注意, 就很有可能是, 残破老板或是人口贩孕的, 一个指标, 嗯, 我觉得这真的是讲到重点, 如果你的小孩不愿意跟你讲太多, 那你至少跟他讲一件事, 你的护照跟身份证, 永远不要交给别人, 如果有人要求你的话, 那真的就是很有问题, 请你就是, 把这个讯息公开, 让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好了, 我觉得只能用别人的力量嘛, 对啊, 就是讲重点嘛, 就是你的身份证, 你的护照永远不要交给别人,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需要付押金, 你需要先付一笔钱, 那当然就是很奇怪了嘛, 对,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 最最关键的应该就是你的身份, 因为你的身份就是你的ID啊, 就你这个人的, 你这个人所有的一切, 你没有的ID, 你真的是在哪里都不行的, 没错, 而且像我们在柬埔寨很多受害者, 他们就是护照被没收, 他们逃出来之后, 他们是没有护照, 那在柬埔寨也没有台湾的大使馆, 或是台湾的文化外交经济办事处, 所以他们要赶快补办护照, 或是补办一些临时的文件, 其实也是, 是做得到, 但就是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你知道在台湾的移工啊, 嗯, 比如说就是家庭帮佣啊, 之类的, 他们的护照也都是被中介没收, 确实, 对, 所以这就是, 对, 无论是渔工或是移工, 他们的护照真的是一到了之后, 他就被中介拿走, 然后从此之后, 从此之后, 就你就是被宰割的鱼肉了, 砧板上的鱼肉了, 因为他就拥有你的护照嘛, 他就叫你去哪里就去哪里, 然后, 当然今天, 今天知道说我们会离题太多, 所以今天就先不谈, 不谈那个台湾的移工, 跟渔工的问题, 但是这个部分在台湾, 其实我真的觉得来台湾的外籍, 呃, 外籍劳工真的是被蛮严重的剥削的, 嗯, 就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我找一下, 就是呃, 国底下的国际劳工组织, 他们有分享了一个十一, 十一项强迫劳动的指标, 那我觉得这十一项强迫劳动的指标, 就是不管是大家未来, 你们本人, 或是你的孩子, 或是讲到外籍移工等等, 他们这些, 诶, 小令的网络, 因为小令在英国, 英国的, 其实在欧洲的网络呢, 都没有在台湾文, 大家相信我台湾的网络的环境真的是很好, 呵呵, 我们等小令回来一下, 对, 哦, 简, 简, 简朴在这次是先帝又离开台湾, 对啊,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 所以就说这次柬埔寨他们的诈骗, 真的是很高端, 有没有, 你都已经整个, 他刚刚小令有分享到, 给我们一个嘛, 他先养公司, 养半年的员工欸, 然后再说我带你去员工旅游, 一整形20人整个上飞机全部被卖掉, 所以遇到这种事情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这, 很难说啦, 就是防不胜防, 但是我觉得, 呃, 至少有个好, 不是说好处, 我们往, 不要往那么悲观的方向去想哦, 这样子的事情它毕竟还是少数, 好, 所以请大家就是也不要太, 太过悲观, 或太过紧张这样子, 欸小令回来了, 欢迎, 感谢, 不好意思我刚刚的网路断掉, 没事,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欸刚拉拉讲到哪了, 哦没事我刚刚就是在讲一下前面的, 你可以继续, ok ok, 好那就是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L,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 他们, 分享的11项强迫劳动的指标, 所以如果未来你们自己, 或你们的小孩在工作, 在海外工作上面遇到这些问题, 就可能要注意, 有可能是有人口犯人, 或是强迫劳动的事情在发生, 那其中呃很常见就是, 严重的超市工作, 然后debt bondage指的是债务, 比如说他们告诉你, 你要来我们这边工作, 你必须先跟我们借一笔钱, 或是我们要先帮你, 我们会先帮你付一笔训练费, 或是什么入职费, 或是呃什么工具制服费, 那你就先欠着我们这笔钱, 之后从你薪水里面扣,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强迫劳动的指标, 那再来是糟糕的工作跟呃生活环境, 那这一点呃, 这边就是, 如果他没收你的任务文件, 包含护照身份证等, 出身证明等等, 或是他们压着你的薪水, 说我们前三个月不付薪水, 你得先跟我帮我们工作买三个月, 我们才会一次把三个月的薪水付给你, 那这个也是违法的, 而且也是很蛮危险的, 然后如果你有被你的公司刻意的孤立, 比如说他们把你放在一个, 你他们不让不太让你跟外界联系, 甚至是限制你的人生自由, 那这些都是呃, 都是一些危险的一些指标, 然后就要特别的注意, 我会把这份文件分享到呃, Facebook的那个点点, 呃那个对上面, 留言上面就是大家可以给大家看, 其实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在平常当中, 就是增加这些所谓相关的一些意识, 或是尝试, 那再判断一些工作机会的时候, 就会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说, 嗯, 我觉得有一点我想要跟大家, 也趁着这个机会哦,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我们在孩子在呃, 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 可能是从五岁开始对不对, 可能到18岁, 甚至于到25岁, 将近20年的时间, 以前的可能在我小时候, 或是在更早之前, 大家会觉得说, 啊就是这20年, 15到20年就好好的在学校学习, 知识就好了, 学习好的知识之后, 你的knowledge够了, 然后你有办法考试, 你考的好之后, 你就可能会有好的工作, 这我相信这个观念, 大家都还是会一直不断, 就还, 他还是存在着, even though我还是存在着嘛, 我也是当然觉得要好好读书, 然后你可以去一个好的学校, 因为你会认识, 认识同样的一个同温层的人, 然后也比较容易接受到更好的工作机会, 可是当我们一直, 关在温室里面的时候, 它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 其实我们就会对整个世界, 整个社会是没有警觉性的, 所以, 所以, 嗯, 就赶快把他们放出来吧, let a go out, let a dog out, 有没有, 不是有一首歌吗, who that's the dog out, 真的, 你就是让你的孩子出去看看世界, 社会上真实的样貌, 让他们知道就是说, 对,社会上就是有这些拐骗的人, 可是你不要太过over react, 他们好坏哦, 千万千万要跟他们保持关系哦, 不是, 保持距离啊, 不需要到这么的, 这么的, 就是不是你就是我, 我觉得应该是说, 让, 让那些小恶, 小善,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它都存在着, 就像, 你身体要有免疫力嘛, 你总是有时候你要感冒一下嘛, 有时候你就是要接触一些比较脏的空气, 你的身体才会build up那个防护网, 去保护你自己, 所以千万不要就是我要完全的隔绝, 我要把小孩子保护, 我觉得这个是, 怎么样我们都保护不了的啦, 说真的就是这样, 对, 因为, 就道高一指摩, 高一炸嘛, 你任何一种诈骗, 或任何一种伤害的手法, 他永远都会一直不断的更新, 所以你要保护到, 对, 就现在的孩子, 其实可能小学就已经有手机, 有网路, 有Facebook, Instagram, 其实他们接受资讯的来源, 非常非常非常多, 没错, 就如果你要说完全保护我的孩子, 不受任何, 饿, 不快乐, 负面东西影响, 其实是不可能的, 对, 那现在上礼拜我们在, 我在那个, 上一堂, 给小朋友的国际新闻课, 在开始之前, 其实我也在跟我的朋友, 有跟我的主管讨论, 就是说, 我, 我讲哪些东西, 会不会害, 会不会害, 会不会害孩子做噩梦, 他们会不会不能成熟, 会不会太多了, 或是, 需要让他们知道这么糟糕的事情吗, 但其实换个角度想, 他们年纪轻一点, 在年纪轻一点的时候, 就意识到这个世界上, 不是说这个世界是险恶的, 而是说, 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 是有一些负面的东西, 即便你的学校很好, 老师很好, 家人很好, 你身边有很多很好的东西, 但我们还是, 越长大越要去保持警觉, 不要让自己去陷入危险, 也知道说, 在身边人遇到的事情, 你看到什么, 你要去报警, 你要去注意, 你要去跟老师讲, 说, 我好像有朋友, 快要被骗走了, 等等的, 嗯哼, 对啊, 我想这就是,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希望, 能够传达一个讯息, 不是要告诉大家说, 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可怕, 大家赶快关起来, 不是, 千万不是这样, 就你可以选择留在台湾发展, 你可以选择到国外任何地方发展, 但重点是, 你一定要有sense去知觉到, 那, 嗯, 至少我们可以在我们能够做的部分, 就尽可能选择到国外任何地方发展, 但重点是, 你一定要有sense去知觉到, 那, 嗯, 至少我们可以在我们, 诶, 我刚刚怎么忽然有听到我自己的声音, 哈哈哈, 是不是我这边, 你跟电脑电脑有放出来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 很重要, 至少是我这边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一个讯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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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说, 就这, 这也是, 其实是我们这边也希望可以传达的, 因为我们, 我们不管在救援上, 倡议上跟研究上,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 去强迫, 跟大家说, 哎, 你们就是不能去, 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让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人去了解, 比如说有哪些是强迫劳动指标, 有哪些案件正在发生, 那你要怎么样去确保自己去接受这份工作条, 呃, 接受这份工作内容, 不是任何跟犯任何犯罪没有关系, 然后确保自己不会被欺负或博削, 那小令最后要不要跟我们, 嗯, 介绍一下, 就是说你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些救援啊, 或是倡议的行动, 好, 没有问题, 那呃, 我可以分享我们公司目前正在做三件事情, 就第一件当然就是救援, 就前面有提到, 我们公司有在跟一位非常非常勇敢的幸存者, 他因为他自己是受困件不摘过, 然后最后想办法逃出来, 所以他完全知道那边发生什么事情, 他逃出来过, 所以他知道有哪些人哪些方式是可以帮忙, 是哪些, 呃, 逃亡路线是有用的, 可以帮助人把人救出来, 所以我们也在跟这位幸存者合作, 也在跟一些志工, 还有一些呃, 刚刚提到的台湾的呃, 呃, 呃, 行, 行事警察局合作, 然后也有在试着跟柬埔寨那边的官方, 有一些对话, 希望可以尽可能的把更多人给放出来, 救出来这样子, 那这个是救人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是幸存者支援的部分, 幸存者呢, 顾米斯就是逃出来的人, 但逃出来就没事了嘛, 逃出园区之后, 他们可能必须回到台湾, 这不, 这中间他们可能会遇到, 呃, 呃, 签证的问题, 因为他们在柬埔寨市已经预期拘留, 那可能会需要一些经济上的支援, 或是他们回台湾的机票这样的经济支援, 那当然我们公司不可能有办法, 就是无底洞次而, 呃, 支援每一位手, 每一位幸存者, 但在一些家庭真正有困难, 真的无法筹出钱, 买机票的幸存者, 我们也会帮忙去找一些联系一些慈善主持, 或是联系一些资源, 然后另外, 我们有在支援一些已经回到台湾的幸存者, 因为刚刚提到哪些, 哪些人容易被受骗呢, 有些可能是比,呃, 有些年轻人他们, 因为像我们目前看到大部分的受害者, 都是介于18岁到30岁, 有很多其实年纪比我还小, 他们才20岁, 22岁, 甚至是18岁都有, 那他们可能接触到事情还没有到特别多, 他们没有到很长出国过, 不知道说哪些事情是危险的, 所以他们比较, 这样的孩子可能比较容易被target,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确保他们不会在, 落入这样的弱势到台湾, 有经济上的困难, 或是种种问题, 导致他们再被retraffic, 或是就是再被反应, 所以我们也有跟这些受害,呃, 信存者保持联系, 确保他们拥有他们需要的社工, 或是心理上面的支援等等, 那呃, 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做倡议跟研究, 那所谓的倡议跟研究, 因为我们, 其实, 我们就有一个幸存者后, 就有一个受害者后面可能还有50个人, 那我们真正, 我们的力量非常的不够, 我们需要的是有大型的国际组织, 有联合国, 有呃, 呃, 国际刑警组织, 他们介入, 我们需要更多人知道, 正在发生什么, 这里监护在缅甸发生什么事情, 有多少的受害者,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公司, 开始收集各个受害者跟信存者的资料照片, 然后做了这一份, 啊, 我把连接放到Facebook, 做了这一份,呃, briefing, 然后这是我们briefing, 就是一个报告, 那这只是我们的第一份报告, 我们之后还会继续去,呃, 继续去, 呃, 继续去, 生产, 撰写更多的报告, 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呃, 目前在柬埔寨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这是我们briefing, 那是一个报告, 等一下我发现我只要, 我想要传, 你帮我, 不然Lara请你帮我, 分享这个那个, 连接好了, 好啊,好啊, 你传到我们的, 看是Zoom不是Line, 我来,我来,我来分享连接这样子, 我传到这个Zoom, 因为我发现我点进Facebook, 就会有声音, 不好意思啊, 对,就是他的, 他的default是这样子, 好, 那,呃, 对, 然后这是研究的部分,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呢? 一部分是我们想要present给更多的, 呃, 国际组织, 像我们公司上个礼拜一, 也办了一个,呃, 线上的会谈, 然后邀请了一些大型的组织的成员, 一起来跟我们讨论, 有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可以一起做的, 去真的去预防这个案件, 从一个比较高, 就不只是从第一层次的, 比较前线的救援, 而是比较在,呃, vaccine的去想政策, 去思考跟政府谈判的一些,呃, 技巧或是策略, 然后哪些,哪些政策是需要被更新, 甚至是被,呃, 新publish出来,publish出来, 那来保护这些受害者, 等等, 然后这边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公司目前有,呃, 准备了一个表单, 然后是给我们的, 已经套出来的信存者来填写, 嗯哼,嗯哼, 那这个信存者的表单里面呢, 就包含,呃, 这个信存者当然本人的资料, 因为我们必须验证, 这个人到底是谁, 然后我们想要知道你, 他是在哪里被犯运, 他实际被犯运的国家在哪里, 他怎么被招募过去的, 然后他中间有没有经过任何中转国, 比如说他是先抵达柬埔寨, 再被送到缅甸, 或是在被送去哪里, 然后交通方式, 然后他被送去哪一个园区, 时间, 然后怎么被贩运的, 以及他在园区里面, 你有遇到几位犯罪者, 几位受害者, 你知不知道他们的国籍, 你知不知道,呃, 你被骗去做什么事情, 洗钱去洗到哪一个账户, 你的非法金融交易是, 实际的细节是关于什么, 然后,呃, 以及像你们被, 你认为根据刚刚我提到的, ILO, 国际劳工组织的强迫劳动, 指标里面有哪些是, 你被强迫做的事情, 你有, 你被强迫做的事情有符合这几, 其中的几项指标等等, 还有你是怎么被获救的, 那我们觉得这些资讯都非常非常的, 对于研究来说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我们得到越多资讯, 我们越可以去了解这一个案件的, 呃, 规模以及细节, 那有这些规模跟细节, 我们更可以去present一个, 我们叫victim profile, 就是受害者的资料表, 或是一份受害者资料, 做成图表, 然后分享给这些, 不管是政府, 国际组织, 说有多少个受害者, 百分之几是什么国家的人, 男女比例是多少, 他为什么你们必须帮忙, 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赶快来重视这件事情, 甚至是, 有多少人不幸离世, 有多少人被性侵, 有多少人在破旧之后有严重的心理伤害, 等等等等的, 然后这是, 这就是主要我们公司来做的三件事情, 我刚刚看到那个表单啊, 你知道那内心的感受就是蛮冲击的, 因为通常我们在填表单, 就是我们要上课报名的表单, 对, 这个表单居然是受害者他要去填, 就是他曾经被卖到几个地方, 然后他被被关在哪一个园区, 你知道就是当, 我有点难以就是去想像说我今天是受害者, 我在这边填表单的感觉, 那很, 就是那我刚当下有个很大的冲击, 我觉得我这边也想要特别感谢, 就是我们感谢我们的受害者, 就第一个我想要感谢的是, 呃皮皮, 就皮皮, 大家可能有些人已经有看过他, 呃, 我share一下我的萤幕, 就是在我们的, 诶, 现在看到我的萤幕吗? 看得到, 看得到, 你现在是小单, 对, 你share到应该整个是电脑的screen, OK, 那我再share, 我想share的是这个报告, 就追尾皮皮, 就是大家可能在, 呃, 最初我们当时在八月中的时候, 有跟, 呃, 几位立委, 然后跟台南社李宗汉议员, 有办了一个记者会, 在讨论这个柬埔寨的案件, 当时皮皮, 他本, 他是, 他自己是一位受害者, 然后他在柬埔寨里, 是被, 短短一个星期内被犯了四次, 其中也经历了数次的, 呃, 强暴, 电极, 殴打, 限制人生的自由, 不给, 不给饭吃, 然后, 只给洗冷水澡, 这些问题, 最后他也是辗转, 还幸运的逃出来, 那, 他就很勇敢的, 他自己也知道, 他只要来露面, 他用名字出来, 他出现在记者会上, 他就是会, 一定会受到网民的攻击, 一定会有人讨笑他, 一定会有人欺漏他, 他, 他知道, 但是他说, 一定要有人出来讲, 天啊, 就是我, 一定要有人出来讲, 不然不会有人知道, 柬埔寨在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没有人露面, 没有一张脸, 出现在公众上, 让大家去, 同情也好, 奚落也好, 支持也好, 这件事情, 大家不会这么, 这么有感, 对, 没错, 真的, 大家会觉得, 那只是一个, 一段文字的叙述而已, 没错, 所以说, 他就很勇敢出来, 分享他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们这边, 也非常非常的, 感谢他, 然后另外还有一位, 叫做王雨棠, 他目前也在我们公司, 也加入我们公司, 一起做, 呃, 救援的行动, 他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呃, 有, 自己也是被, 在前面上碰到贩运, 然后强迫诈骗, 最后他也是信任逃出来之后, 他就用他自己的经验, 跟人脉等等, 去解救更多的受害者, 嗯, 他也是很勇敢的, 使用他的本名, 跟他的自己的照片, 然后很, 被制秀在各大媒体, 然后包括我们的网站上面, 对, 然后另外, 我们还有非常非常多, 非常勇敢的信征者, 他们在台湾, 他们现在有些已经, 很多已经回到, 就非常非常开心, 他们已经回到台湾, 他们也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 他们的故事, 有些当然必须是用匿名的, 但他们就是很认真的把他们, 我们见到多少人, 住在几楼, 办公室有多少人, 发生什么事情分享给我们, 就希望可以支持我们的这个研究, 然后让我们这个研究, 可以更好的呈现给大家看说, 柬埔寨的诈骗人区到底发生什么事, 到底有多严重, 为什么大家要在乎? 其实这对他们每一次的回想, 它都是一个二次的伤害, 就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当我们在受到一些伤害的时候, 当我们自己想要去回想的时候, 其实它都是, 一直不断的重复带来一个痛苦嘛, 所以他们真的是很勇敢, 那也有人问说, 他们回来之后, 应该是会接受一些心理的辅导嘛, 对不对? 有, 对, 就是现在, 我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英国有一个叫做, 英国跟欧盟国家都有一个, 叫National Referral Mechanism, 那翻成中文是国内转介机制, 那这个机制呢, 是给人口犯人的受害者, 你发现了疑似的受害者的时候呢, 这个National Referral Mechanism, 就会协助警察也好, 受害者也好, 还有各大官方机关, 怎么去处理这个案子, 包含这一位受害者, 他可以提供, 有什么官方协助可以提供警察该怎么处理, 转到英国内政部要怎么处理, 但比较可惜是, 台湾目前没有这样的一个转介, 完整的转介机制, 台湾有人口犯人防治法, 台湾有犯罪被害人保, 犯罪被害人保护法, 这些法都是存在并且有在被实施, 但是对于这些人口犯人的受害者来说, 并没有真正的落实, 然后这个原因一部分是, 台湾过去很少, 很少有大量的台湾人, 在海外被泛运跟博削的案子发生, 所以这对台湾政府来说, 也是一个很新的状况, 他们也不一定要怎么处理, 因为台湾的整合合作上是比较不足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可以呼吁台湾政府, 可以尽快的成立一个专责小组, 然后可以去协, 更好地去协助这些行程者。 嗯哼, 所以其实我今天,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 就除了我们今天在讨论的议题, 从柬埔寨的事件, 然后讨论到人口贩运的这个问题之外, 我还蛮希望把大家拉到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就是说, 如果没有像Charlene她在服务的这些单位, 他们去做这些事情, 很多东西受害者他会永远是受害者, 他会一直不断的无限的循环, 所以在拉到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有关系, 除了说我们要告诉他们说, 世界上有哪一些险恶的事情正在发生, 然后你可能可以怎么样预防之外, 未来, 其实我们可以做的工作,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那这也会跟孩子们的一些痴癌的生, 痴癌的一些规划,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去思考, 就是说, 我们到底未来可以要做些什么, 除了律师什么, 你知道就是那些什么诗啊, 或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得到的职业之外, 像Charlene现在做的工作, 可能是我们一开始没有想过说, 原来还有这样的职业, 我们都知道有人在做这些事情, 可是我们没有这么样子的实际, 跟真实的去看过这个角色在干嘛,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 蛮有趣的点, 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也可以跟孩子们去想一想这些问题。 就我通常我在跟我的朋友聊到我的工作, 大家的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 哦,所以你是在非应力组织工作, 或是哦,所以你是在哪一个慈善机构工作, 但其实我们公司就是一个顾问公司, 它是呃,就是我们不是based on 捐款, 然后我们也不是一个非应力的组织, 我们是一个盈利的私人企业, 所以我像我们这样的企业, 但我们做的事情一样是跟人权, 跟国际发展有相关的, 就是我们走的是比较政策面跟研究面等等, 那我觉得不管是前线组织, 或是你去当社工, 或者是你来做比较后端的研究, 政策面,或者是你不走这一行, 但是你用你自己的力量, 比如说你捐款, 比如说你在facebook上面分享类似的新闻, 或者分享类似的, 比如说分享今天的这个直播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个问题, 并且去促进, 去甚至是拯救更多的受害者, 然后建立一个更对幸福者更平等, 更友善, 更open的社会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 甚至是你, 你只要去理解, 你去听别人讲这个故事, 你让你自己被inform, 你让你自己知道发生什么事, 这也是一个帮助。 嗯, 没错, 而且就像你刚刚提到的, 大家会觉得你们是可能是个NGO, 可是其实并不是, 而你们服务的对象, 其实就是政府, 是不是世界的政府。 对,政府或者是大型的组织, 比如说我们目前也有在跟Oxfam去乐视会, 或是几个, 比如说Plan International, Winrock International, 然后, 就跟他们合作一些研究的计划, 那这些研究计划的前, 跟Funder, 就是来自于可能是USA, 就是美国国家, 美国国际发展署, 英国国际发展署, 或是欧盟比较计划等等。 所以, 虽然说我们工作可能不会直接, 一写完报告直接改变一个政策, 但是我们做的, 我们这样的工作, 就是可以间接地去影响到未来一个国家的政府, 或是欧盟, 或是一个某一个大组织, 他怎么去倡议, 他怎么去拿一个政策的草案出来, 都来给政府, 提供给政府意见, 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真的很, 很重要, 这个角色呢, 我觉得各行各业他都很重要, 但是有太多的行业是没有被, 被认识或被知道的。 对。 对啊, 今天也是觉得很棒, 可以借这个机会, 让更多的人知道说, 哦,原来有这群人, 他可能不是政府组织, 他也不是所谓的NGO, 有, 可是, 他们虽然是盈利, 盈利的单位, 就是一般的正常的公司, 可是他们在推动的却是, 就是事关于整个世界, 整个社会的福祉, 让整个人权的进展, 所以, 非常棒。 哦, 那我要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救援行动, 这部分我们是完全没有收费的, 对, 就为了避免, 就是confuse 大家, 哦。 嗯, 不管是我们, 还是我们合作的信存者, 合作的, 他们都是没有收费的, 嗯, 就大家就是, 尽可能的去, 把人救出来, 对, 应该说你们收费的对象, 是在你们做出了这些研究报告之后, 把这些研究报告, 比如说你要提供给一个政府, 或一个很大的企业组织, 这个部分你才是收费的, 没错, 或者是他们请我们做, 那当然就是开一个合约, 或是开一个project给我们, 我们去帮他们做, 但是针对这种前线的救援啦, 前线的支援这些, 我们是完全不收费的, 跟我们合作的组织也都是不收费的, 就不只是我们。 了解, 那最后一个问题, 有人好奇说台湾还有哪一个国家人民最多被诈骗? 台湾还有哪一个国家? 那意思是, 呃, 这句话的这个问题意思是说, 哪一个国家有最多台湾人被诈骗吗? 应该是说哪一个国家最容易被骗? 哪一个国家最容易被骗? 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答案吧。 你说台湾人最容易被骗去哪个国家吗? 没有欸, 我看起来那个题目应该是说哪一个国, 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也最容易被骗。 哦, 哦, 我懂了。 呃,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没有答案, 就各国都很多人被骗。 哦, 我可以换一个方式去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哪一种人最容易被骗? 啊, 我会说, vulnerable的人, 就是翻成中文, 弱势, 其实弱势这个词比较很精准, 就是vulnerable是弱的状况。 嗯哼, 需要, 需要协助的, 或是弱的, 或是比较, 嗯, 在权力不平等之下, 你是在不平等的下面那, 那个部分, 嗯, 这些人是, 因为他们需求很容易被利用。 对, 他们可能有经济需求, 他们可能有, 嗯, 比如说他们需要养小孩, 他们有负债, 他们需要帮忙,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可能就, 啊, 一接到了一个, 感觉可以赚钱的工作, 他们就赶快接, 他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个时间, 跟心力去想, 我有多少可能被诈骗。 或者是他没有选择, 他没有选择的时候, 他没有选择。 对, 对, 若是权力不平等的, 然后, 比较没有选择的人, 还有,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资讯不公开的地方。 没, 没错, 就是资讯不平等, 这也是资讯不平等的状况。 对, 就是, 我知道的, 我身为一个老板, 我知道的东西比, 你知道的还要多。 嗯, 或是我身为一个仲介, 我知道你去了之后, 会怎么被博选。 但是我只告诉你, 你要做的是清洁工作, 你要做的是咖啡厅工作。 对, 对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是的, 是的, 对, 所以我, 我觉得资讯, 如何去取得资讯这部分是, 好重要哦, 无论是对任何一个年龄层, 或者是任何一个阶层的人,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来说, 如何取得最多的资讯。 这边也算是一个题外话, 就是因为我每次在备课的过程当中, 我就会发现中文的资讯是相对很封闭的。 嗯, 对。 你只要用中文的关键字去查某个资讯, 你大概前面的第三, 前面三页, 你得到的资讯的来源不会超过五个。 没错。 大家, 你可能整个三页哦, 三十几条, 五十几条, 那个link, 对不对? 但基本上他写的东西不会, 就是同样的, 几乎都是一样的, 大概不会超过五种, 因为大家就是copy pass, 超来超去, 他资讯量真的太少, 可是同样的东西你只要换成是英文。 我现在不在讲英文多好, 是因为英文使用者多, 所以他揭露资讯的几率就更大。 他资讯, 对, 资讯被, 被审核的几率会更大。 所以, 像我们, 很蠢。 没关系, 你说很蠢。 就我只想分享, 就像刚刚我分享给大家, 我们公司出了这个报告, 即便它是跟台湾有关系, 但是由于我们必须present给一些国际组织, 或是分享给一些更多的媒体, 我们也先把它写成英文, 但是我们目前也在把它翻成中文, 然后预期大概一个礼拜内可以把中文版公开, 然后完成公开也可以再分享给大家。 对, 到时候再来, 我们再来更新这个中文版的连结。 所以, 就是语言呢, 它是一个蛮重要的工具啦, 我觉得尤其是现在, 我认为越来越重要, 但是语言是要拿来用的, 就我们学习它是要拿来用的, 而不是就是拿来背的这样子, 所以这个, 因为有时候我很害怕我太过于提倡英文的重要性, 所以我都不太敢讲, 因为我很怕就是到时候就落入大家就是要背单字的那一块, 像我, 你如果考我单字或文法的话, 我应该不会考的很好, 但是我可以去运用它, 去得到一些资讯,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对, 好啊, 接往, 没关系, 请说。 我只是想再强调这会议, 就是, 其实就是保持开放的心胸, 也不用怕说我英文不好是不是就读不懂, 因为其实台湾人的英文, 其实台湾人的英文绝对比你想要, 比大家自认为想要不好。 对, 对, 没有法百分之百看得懂, 但你稍微看一下, 你可以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就是以开放的心胸多去看, 也不用给自己压力说, 啊, 我一定要每个字都看得懂, 但就是打开自己的资料来源。 嗯, 对, 而且, 说真的, 说真的, 现在Google translate这么容易, 你真的很想要知道一个东西, 你绝对是可以翻译, 至少他不会翻译得非常精准, 对不对, 但是至少你可以得到一个大意, 那当你已经有习惯去开那个英文的资讯网页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开始嘛, 不用全部自己全部看完嘛, 但你要慢慢去练习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家长们温情呼喊, 请不要只叫小孩做, 自己也要做。 Lara的温情呼喊这样子。 对, 就是不能说诶, 要去学英文, 爸爸妈妈稍微接触一下, 要升教, 要升教这样, 当爸妈好累。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本图, 就是呃, 有一个妈妈在地铁上在看书, 她抱着一个小孩, 她小孩在看绘本, 下面的captions说, 有人问她说, 你到底怎么说服你的小孩看书的? 看实体。 不说服啊。 她说, 她不说服她, 她做给小孩看, 小孩学她。 对, 就是It's not what you say, it's what you do, 对不对? 对, 对, 你做的事情才是真的, 她会从你身上看到跟学到, 你说的那些都是假的啦, 听进去就忘了啦, 我们谁不是当过小孩啊? 大家要请诚实的面对自我好吗? 我是, 对, 我都每次都跟家长讲的很实在这样。 今天非常的感谢Charlene, 哇, 我们今天聊了快要, 快要两个半小时欸。 哈哈哈, 对, 对, 太棒了, 对啊, 就是,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然后希望就是, 接下来还, 还有机会可以邀请到Charlene来跟我们分享, 他们公司呢, 也有在做就是台湾的像, 台湾的移工啊, 跟渔工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 然后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也会把我们公司的网站, 还有我自己的email, 或是其实大家也可以有我Facebook的那个链接, 就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都很欢迎可以联络我, 就来, 就随时可以丢问题给我。 对对对, 等一下他会那个, 也会分享资讯, 这样子。 好, 非常感谢, 谢谢Charlene。 那大家呢, 有问题都还是可以在这边继续留言, 然后, 因为都会看得到嘛, 所以我们就会尽力的回, 回应大家的问题, 然后或者大家有想要听什么的, 也可以, 可以, 那个叫什么, 许愿, 许愿, 把你的愿望丢出来这样子。 对啊, 好, 那, 那我要来去吃烤肉了。 今天中秋节怎么过? 我晚上有事情, 晚上会跟朋友聚餐。 对, 但应该就会非常的, 不中秋的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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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那也祝福大家呢, 各位听众, 谢谢你们跟我们在这边两个半小时。 现在台湾已经, 现在是几年? 十点, 十点半了。 十点半了。 对啊, 大家都听了好久哦, 非常感谢大家。 然后也继续关注Lara的粉专哦, 然后也要关注一下Charlene的公司的粉专, 对吧。 Charlene公司的粉专, 大家可以把它贴上来。 有任何最新的消息, 我们大家也都可以follow这样子。 好, 谢谢Lara。 谢谢Charlene。 谢谢Charlene。 所以都要懂的国际观, 我们下次线上见咯, 拜拜。